一年 一年 冤冰龙帅 驾崎上京 起来吧 上京啊上京 没想到五年前我命不该绝 我宠墓又回来了 那些害过我的人一个都不会放过 龙帅 夫人找到了 什么 快带我去 等一下 这次去我是为了五年前的事情 通知所有人秘密行事 是 属下请尊龙帅之律 大哥 你水瓶还要吗 谢谢大哥 好人好命 谢谢大哥 丑女人你吓我一跳 谢谢大哥 好人好命 谢谢大哥 依然 老公 老公是你毛老婆 依然是我 我回来了 别怕 你的脸 是谁 到底是谁把你的脸 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五年前 你只能留 他们就逼着我 嫁个苏少旗 我只能毁容拒绝 他们就把我赶了住了 什么 依然 你别怕 既然我回来了 就好好找他们算账 糟了 今天房东回来收租 我得赶紧回去 依然 找到了找到了 我爸房东收拾东西 把他扔了 幸好还在 依然 这些年 你就住在这里啊 真是苦了你了 苦点怕什么 我就知道你会回来的 而且有他在 我就不觉得苦了呀 依然 你还是老样子 无论怎么难 都不会轻易放弃 骂的臭女人 还敢不交房租 来了来了大哥 这给你 少点吧 少 不少 这数目对啊 以前就对 现在这房子涨价了 怎么能突然涨价呢 我的地盘 我想什么时候涨就什么时候涨 呵呵 要是真没有啊 呵呵 你可以拿来地盏 大哥 要不你再宽限我两天吗 宽限 想的美 胖子 租房交房租天经地义 这些够了吧 算你小子啊 懂事 走 等一下 怎么着 房租的事情算完了 刚才调戏我夫人的账 该算一算了吧 嘿 哪来的不长眼子呀 敢跟你表也算账 我看你是活够了 胖子 记住 摸了不该摸的 给断手 呦 丘板 上 滚 好 你等着啊 老公你没事吧 没事依然 我回来 再也不会有任何人欺负你了 若 楚先生 我们的人已经准备好了 接下来有什么指示 好 先去迎春堂 先要想办法恢复依然的容貌 在上京 只有神手彭学志能做到 站住 你们干什么呢 干什么 来这里当然是来看病的了 我们迎春堂 从来都是给大佬们看病 就你们几个穷摔样 怕是连号都挂不起吧 啊 哪来的给我滚哪去 哪来的给我滚哪去 大佬 不知道怎么样才算大佬啊 我们这儿的客人 那可都是身家上亿的大人物 就你们 老公我们走吧 我们扶不起的 老虎 好 这里是一百万订金 马上让彭学志出来给我看病 谁在这儿大呼小叫的 没个规矩 迎春堂 是谁都能来的吗 是 院长 可是 他们交了一百万 一百万 很多吗 在上京给谁治病 不看我的心情 让他们滚蛋 是 喂 杨总长 什么 有贵客 马上准备 小刘 准备清场 好 听见没有啊 有贵客要到 赶紧滚蛋 杨红强的电话了 没想到这小子办事还挺快的 你们就是杨总长说的贵客呀 不错 现在能看了吗 能 能 能治能治 快快快 贵客 龙帅您别担心 夫人一定会好的 楚先生 楚先生 怎么样 哎呀 尊负人的容貌 我们已经用了最新的纳米技术给复原了 哎 不过 不过还得需要修养一段时间 哎 不好 走个停电了 这手术还没做完呢 哈哈哈哈 这回看你小子还往哪儿跑 敢跟老子斗手 你活腻呗了 哎呀 表言 表言 这就是杨总长说的贵客 可别怠慢了 赶紧让来电吧 杨红强 嘿 老子是罗总局的人 我用怕他 就是你停的电 不错 上次老子大爷在上京 还轮不到你小子大爷 对吗 给我好好照顾 好嘞表演 你 你什么人 记住了 我叫蠢木 下次再见到我 给我滚远点 罗总 罗总 你这是干什么呀 对不起啊 没有 没有 来电 来电 继续手术 继续手术 来 罗总 还不快滚 走走走 来 周先生 好 我滚 我滚 龙帅 需要安排人手处理掉 不必了 我这次来除了报仇 还要好好收拾这帮奸商贪官 将他们连根拔起 除掉这些祸害 对了老婆 安排一下VIP房间 我不允许有人打扰到一人 是 黄学生 黄学生 赶快把VIP给老子包出来 快来 哎呀 李总 对不起李总 VIP房间已经包出去了 要不我给你换一件 你个什么狗子的彭学智 你整个迎春堂都是老子赞助的 是是是 你吃了雄心豹子蛋啊 敢他们跟我讲挑衅 不是我 是这位先生 这是谁啊 赶紧给他拿个十万八万去 让他滚蛋 哎呀 楚先生 要不您换一件 我给您拿补偿 这人谁啊 这就是封堂集团的李总 上京的生意 不是姓苏 就是姓李 就连释手 都得让他三分 李封堂 你们有钱是吧 怎么着 老子就是有钱 钱少是吧 要不我再给你加个十万八万呢 干个滚蛋 冷户 安排一下封堂集团 我不喜欢别人在我面前说有钱 是 楚先生 哎呀二位 你们先聊啊 我这楼上还有手术 想安排老子 你知道老子多有钱啊 我封堂集团至少一百个亿起步 就凭你 一百个亿 我以为多大资产呢 冷户 快让李总算算资产 是 楚先生 喂 老子在医院呢 董事长 封堂集团股市大崩盘 已经跌破发行价了 什么 你又怎么了 董事长 封堂集团被全面围剿 已经负债二十亿了 董事会的几位高层 已经上天台了 完了 全完了 李总 资产算好了吗 要不 还是我亲自送你去顶楼啊 哎呦 爸爸 父亲 爹 我求能得的 我永远不实在的 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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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贪狼 就是那个 收归江国归岛 席卷中尔街的金龙幽灵贪狼 想不到 这个贪狼的名声还挺大 喂 喂董事长 回来了 都回来了 公司市值 还增长了五个亿 祖宗 您到底是何方神圣 我只是楚先生 现在 VIP房间可以用了吗 可以可以 没问题 绝对没问题 祖宗 您用 你用 龙帅 那个李峰堂 你就这样放过他了 这个李峰堂 和苏家关系水火不容 正好可以利用一下 好 我现在就去好好调查调查 对了老胡 安排一下 我要苏家全部情况 是 五年了依然 也不知道我们的家 变成什么样子了 哎你放心 我妈都听我的 哎 你谁呀 别困 你不认识我了吗 呀 楚沐 你不是死了吗 不是 你不是失踪了吗 没想到你还活着呢 该死的人是你吧 清楚的 你少吓唬我 你回来了又能怎么样呢 叶依然已经把依然集团交给我们了 现在这里 没有你的份儿 跳梁小丑 程丽雯呢 让他给我出来 楚沐 你是脑子坏掉了吧 还敢对我大呼小叫 我告诉你 什么人这么放肆 叶昆 把他给我念出去 放肆 你们一家恬不知耻的住在这儿 放肆的是你们吧 妈 他是楚沐 他回来了 是你 你这个废物 居然还活着 程丽雯 依然对你这个母亲已经人之以尽 你可倒好 一看我不见 就逼他改嫁 他不肯就把他撵出家门 呸 你还有脸说 当年要不是你办事不利 搞砸了合同 苏家也不会闭上门来要人 那个死丫头 他这个没良心的 赶走他 那是便宜了他 一个是亲妈 一个是亲弟弟 没想到你们竟然是这样势力的人 哟 这是谁在这撒野呢 哎哟宝贝 你怎么出来了 你冷不冷啊 他就是你说的废物 宠物吧 对对对 不用打理他 哼废物就是废物 只能嘴上的能耐 我实话告诉你们 我们现在已经跟苏家的信达集团合作了 苏家少爷还记着你的仇呢 你们惹不起 还不太滚 苏家大少爷算个什么狗屁东西 反了反了 一个废物竟敢如此放肆 哎哟伯母 您就别生气了 跟这样的人生气 犯不着 正好今天有师兄来了 帮你们好好教训教训他 师妹 怎么个打法啊 给我往死里 哦不 往残了打 这种不值死活的东西 就得让他知道疼 对师兄 打他个半死不活 小子别怪我下手太狠 只怪你仨也不看地方 你是想留胳膊 还是想留腿啊 学什么不好 非得习武 弄伤自己犯不上的 嘴还挺硬啊 看看你我还有没有力气说话 你们给我听好了 我楚慕回来 就是要为依然讨回公道 从今天开始 你们从这里给我滚出去 依然 你醒了 老公 感觉怎么样 老公我恢复了 是啊 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依然又回来了 老公 你这次再也不要离开我了 我们再也不分开了好不好 放心吧 依然 这次回来 我要把我们失去的 都拿回来 是我没用 依然集团是爸爸的心血 我去把它给了别人 我 放心吧 依然 都会回来的 家里都收拾好了 咱们先回家 嗯 说完了吗 赶紧收拾东西滚蛋 淑木 你他妈少神器 你不就是能挡吗 我岳父今天可来了 我要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是啊 爸 你都没看见 这小子 可嚣张了 轻点 这小子简直太放肆了 家门不幸啊 我这女儿也太丢人了 让你看笑话了 妈 闭嘴 你个没良心的 当年让你改嫁的不肯 现在你又厚着脸皮来争夺公司 你还要个脸吗 好一出母词子笑啊 小胖 我现在已经是筋骨出入 我要是出手的话 还伤了你的性命 赶紧走哪 筋骨出入就以为得到成仙了 你还真是可笑啊 臭小子 你不知好歹 老苏今天就让你他妈出去 我要是出手的话 还伤了你的性命 赶紧走哪 筋骨出入就以为得到成仙了 你还真是可笑啊 臭小子 你不知好歹 老苏今天就让你他妈出去 老公 没事 我来好好教教林师傅 什么叫入境 大言不禅 他 爸 亲手点 岳父 你是缘故合授 缘故 搭拳绣腿罢了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这里是我跟依然的假 下次如果再让我在这见到你们 断他就不是胳膊 导演 你得出来管管了 你看兄弟们都怎么样了 废物东西 什么样的憋三都能跟你吓成这样 导演 你教训的对 这不请你来出山了吗 放心吧 只要有苏家在 在上京他就翻不了天 对对对 那是 可惜了他那个媳妇 没给苏绍弄到手 真是可惜 菲彪啊 我听说 你的KTV又来了一批新人 明白 马上单牌 马上啊 五年了 我第一次回到家里 感觉这一切 金墨烧 都熟悉 一切都会过去的 这个家 只属于你和我 这是我最喜欢的花 还是当时你拿给我的呢 可是我太笨了 总也养不好 不笨 我们家依然是上京第一才女 怎么会笨呢 我还等叶总重新登场呢 我还是什么叶总啊 我都已经把依然公司 给了妈 和叶昆了 依然 相信我 我会把集团拿回来的 丑木 这房子我们已经让不出来了 你别能吞进尺 这公司早就专给我的 叶昆 你真是个猪脑子 五年前你姐交给你的时候 依然前景大好 现在活生生让你搞成了这个样子 怎么干是我的事跟你没关系 识相的 赶紧给我滚出去 没关系 抵押公司非法挪用 这份你妈不知道吗 你想怎么样 怎么样 要想不吃官司呀 就乖乖欠再把公司还回来 否则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丑木 别以为自己会儿功夫就了不起 我告诉你 公司是苏家就知的 苏家 你可惹不起 苏家又怎么样 还要让我重复第二遍吗 丑木 你不怕死吗 你牵不牵 要啊姐夫 干嘛生这么大气啊 消气消气 天天 你闭嘴 姐夫 你竟然快解回公司了 公司自然要交还给你们 只不过这里时间这么多 你得给我们时间准备准备吃 好 给你们三天时间 三天后 依然要正式拿回依然集团 天天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你个笨蛋 楚慕明显有备而来 正面冲突肯定吃亏 咱们先拖她一下 借着苏家的手对付她 还得是我们家田天足智多谋 就凭她们想拿走公司 想得美 老公 你连我来这干什么呀 依然 我们都是要做叶总的人了 当然要好好打扮一下了 这几年是不是认识了好多漂亮女人 你变得这么有嘴花舌的 我 一定是 我可要好好挑挑 会不然你敢嫌弃我 叶依然 挺着 你怎么在这 呸都是你当年抢了老娘的风头 都以为你冰清玉洁高不可攀 赎金看来啊 也不过如此嘛 那是当然啊 我的上京大美女 当初给我塞纸条的可都是打听你的 现在你干什么呢 剪破烂应该挺忙的吧 还敢来这儿消费 田天你在说什么呀 我们可是最好的闺蜜啊 我可没有你这种剪破烂的闺蜜 楚慕失踪了 你连饭都吃不上了吧 哈哈 大家快来看呐 这就是当初的上京第一美女 现在呀 剪破烂的叫花子了 你们谁手里有止咳水瓶的 快来可怜可怜她 你不知道什么情况别说了 我就说 怎么还真当自己是小公主了 你呀现在就是个屁 连屁都不是 谁 怎么没听见依然叫你闭嘴吗 你什么人啊 楚 楚慕 你不是失踪了吗 不对 叶依然 你是不是找了一个长得像楚慕的男人啊 还真是不甘寂寞 人长得差点没关系 要是嘴上还不留口的 你就把嘴封上了 哼 敢在这儿打老娘 真是瞎了你的眼了 宝贝怎么了 我老公就是他欺负我 是 臭小子你是不是活够了 保安队保安队 这后有人闹事给我上人 报告曹经理 保安队集结完毕 请指示 这小子在这给我闹事 给我收拾他 嘿 这哪个不怕死的呀 弟兄妈 给我好好招待 慢着 他们嘴贱在先 不分青红皂白就骂人 无法无天的是你们吧 再说了 我来这儿是来商场买东西的 这样恐怕说不过去吧 算了算了 调调对不起 不过你以后别再乱说话了 哼 我们商场自然是服务顾客的 不过看你们这么寒酸 估计买不起吧 他一剪泡二能买起什么 在这儿装呢 是不是怕了 对不起就完了 想走可没那么容易 就是 乖乖下跪认错 怎么办 小子 你今天要消费得起 可就让你走 就这个吧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个 你喜欢的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别动 我们商场规定不买物碰 这枚戒指二百六十万 你买得起 刷卡 先生这卡能刷吗 别硬装了 什么卡呀 公交卡吧 算了吧 太贵了我们走吧 怕是没钱的公交卡啊 依然 要我说精神不好就去医院 在这儿自取其辱 真是笑死人了 对了 是不是没钱去不起医院呢 两天别说了 我们这就走 想走 刚才不是挺嚣张的吗 就是 我还以为什么人物呢 买不起啊 就别在这儿丢人了 小子 你要是买不起 就在这儿跪着给我爬出去 我既往不咎 否则 那我要是消费得起呢 你给我跪着爬出去呢 就你们这穷酸样 你们要是能买得起啊 你别说爬 我吃屎都行 小姐刷卡 佳人年号 一共消费二百六十万丈 什么 什么 你们俩是自己跪 还是我请啊 这 这不可能 保安队 给我收拾 兄弟们 动手 你 喂 李总 什么 你是 李总是祖宗 什么祖宗啊 你个丢人东西 什么人你就该惹 你祖宗 我错了 下次能管好自己的嘴吗 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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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晓晓咱俩这么多年了 你这又是何必呢呢 当年你怀孕流产 妇科手术 哪次不是我陪的你 算了 我们走 你不说你是小姑娘吗 这么多年怀不上孩子 还说我 这是她 原来问题都出在你身上 我没有 我真没有 租宗 租宗 对不起 对不起 来晚了 来晚了 李福囊 没想到整个商场都是你的 不过你手下的人倒是嚣张得很啊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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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敢这么说 他们是有眼不知太神 我这就说说他们 您没事吧 李福囊 听说你在上京很有实力啊 还行吧 在这一抹三分地儿 我还是有点名号 帮我办件事 事成之后绝对不会亏待你 祖宗 您别说是一件十件八件 我都可以 怎么 不敢 这有什么不敢 只要祖宗您不换 我一定照办 这就下面 老公 这个李方腾脸皮可真厚 脸皮厚 吃个够 您多虑了 我们迅达集团的口碑 您还不放心吗 好 那这事儿 就一言为定 孙少 楚慕回来了 楚慕回来了 是 肥彪已经和他交过手了 看来他和五年前不一样 不过是个废物罢了 我看他怎么翻天 吩咐叶昆和陈甜甜 我自有安排 好 好 鹏龙慧第二小队 第七队队长 云景参见龙帅 起来吧云景 谢谢龙帅 事情调查怎么样 我们已经清查了 迅达集团的所有产业 都很正常 不过他们旗下有一个暗会 正在进行秘密拍卖 涉嫌走私 暗会 看来这个苏家背后的秘密 还是很深呢 云景 主下在 继续调查 去吧 是 龙帅咱们什么时候出手 不急 看看对方出什么招 陈甜甜 你来干什么 转让合同准备好了 呦 姐夫 怎么这么冷冰冰的 咱们不是一家人吗 姐 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 你看 被李然分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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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 你干什么 媳妇 怎么了 她 她趁着我回报公司情况 就像非李化 楚慕 你这也太欺人太甚了 姐 这你都看着不管吗 老公 怎么回事 依然 你相信我吗 我 我 我相信但是 相信我就够了 叶昆 陈甜甜 你们这招也太拙劣了吧 你说什么呢 我一个小姑娘被你给 不情不主的我不火了 别呀媳妇 行了 别演了 看 监控都录下来了 依然 一会儿你就欣赏一下 你弟媳妇的演技 你们两个 马上从我家里出去 姐 出去 依然 有个对付她吗 可得找点心啊 如果我晚点回来 你是不是就 哪有依然 她怎么能跟我们家依然比呢 哼 立婚 都准备好了吗 我的好姐夫 这公司 我也是想都交还给我姐的 可是人资方不乐意 我也没办法呀 苏家 不错 是苏家 姐夫你是有点本事 但苏家的实力 不是你能比我 的 我告诉你 今天你们什么也拿不走 妈 孔孔 当年我为了等蜀木 把依然集团交给你们 现如今公司岌岌可危 你们不能让爸一生的心血 付出动流啊 叶依然 你爸真是瞎了眼 把公司交给了你 现在朋友长大了 就应该交给他掌管 这叫紫成副业 天经地义 妈 孔孔根根本就没有这个能力 公司现在都成什么样了 哎 叶依然 你可没被人夺群的咬人呢 好一个紫成副业 难道挪用公款也叫紫成副业吗 妈 这里面都是叶昆的犯罪证据 在这儿要是说不清楚 那咱们去寻方局 妈 挪不挪用 这是我们叶家的事 还沦摸到你一个外人来刀嘴 好大的口气啊 宜然集团 我们失定了 谁这么大口气啊 哎呦我的好疏绍 你可算来了 这家伙连您都不放在眼里 就是就是 真是放肆 苏少 家门不幸啊 还要劳您大驾 阿姨言重了 依然集团 也算是迅达集团旗下的子公司 这件事我还是要管的 你就是楚慕 苏少姐 就是你逼娶依然的 哎 别这么说 当年可是叶家 求着我娶这个女人的 蛇鼠一窝吧 你们想拿回依然集团 不好意思 苏家不答应 喂 什么 依然集团被收购了 什么 谁敢抢苏家的东西 是 是封堂集团 李封堂 我们一向井水不犯河水 他为什么敢 封堂集团最新消息 收购依然集团 董事长 董事长依然 什么 你们 现在叶依然是这里的当家人 几位 这里好像不欢迎你们 哼 楚慕 算你有本事 咱们骑驴看唱本 走着瞧 龙帅 查到了 肥彪就是受苏家的指示 暗中为难夫人 看来绝对不受人 是苏家在刻意安排 不错 苏少奇收购了夫人的公司 然后把肥彪安排在这里 一切都是有预谋的 看来 五年前害我们的人 跟苏家有很大关系 冷户 在 马上安排人突击肥彪 是 放开我 你放我 你 你 楚楚 肥彪 打台球不叫我 楚楚的 你打个大哈 不想活了你找个场子干 就你这破场子 还用砸吗 你 小子你知道谁招着我吗 放了半天屁终于说重点了 谁招的 南城地地 都是苏家的 这些怎么会 大股东都是苏家大少爷 都少奇的 苏少奇 苏家 又是他 怎么样 人都害怕了 是不是啊 告诉你 上京没有人敢动苏家的 对吗 好怕怕啊 怕了吧 看来你们干了不少坏事啊 啊 告诉你 一会儿寻方局的人就到了 要不 你跟他们说说去 你 你 这个人太吵了 你得给我封场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依然 我昨天晚上跑哪去了 啊 没事 办了点小事 怎么了依然这么慌张 苏少奇 他邀请我谈一下业务 怎么办 苏少奇 黄鼠狼给鸡卖点 没按好心 那我不去了 不行 当然要去了 我暗中保护你 看他到底是想干什么 嗯 苏少奇 来得这么早 他想搞什么鬼 怎么安排他 一会儿我盯着叶依然 逼他就范 那个楚慕要是敢来 就让咱们的人都少 好 这里都是我们的人 他跑不了 恭喜叶总 重新入主依然集团 苏少 有什么话就别管了 摩叫了 直接说吧 叶小姐干嘛这么见外呀 咱们两个可是差点成为夫妻呀 苏少请自重 我压根没打算嫁给你 都是为了做生意嘛 叶坤之前为了求我救他 欠了我一笔债 现在你是老板了 我只能找你啊 叶坤怎么这么糊涂 年轻人嘛 总是用点小毛躁的 叶老板 这债 你什么时候还我呀 苏少 我刚刚接受益然集团 给我点时间 我一定如出风魂 时间 之前为了等你嫁给我 我就等了五年 你还让我等 你不会是想脱黄了吧 你放心吧 千年还钱 我不会爽不赖的 其实这钱我也没有那么着急要 要是叶小姐 很赏脸陪我两天的话 我倒是可以考虑考虑 苏少请你休想 别以为你和那个肺部楚慕拍上了李峰堂 我就会怕你们 他今天要是敢来 我就让他躺着出去 娘 在上京干嘛要得罪苏家呢 你说你要是早点从了我 是不是也能少收点苦 老公 楚慕 谁让你进来的 来人 来人 早点声 苏家大少爷好歹也是有身份的人 干嘛大呼小叫 楚慕 今天你敢来 就别想 别想什么呀 是不是还在等着三叔给你安排的人呀 什么 你怎么知道 老胡 把人带起来 进去 刀子 怎么回事 咱们的人 咱们的人都被收拾了 什么 苏小姐 叶坤欠你的钱 我都打到你卡上了 不过咱们的账 还得慢慢算 毅然 我们走 楚慕 她是谁啊 她是我的属下冷狐 以后我不在的日子 就有她找过你 夫人 别整个那么严肃 就叫毅然姐姐就行 啊 这 是 毅然姐姐 那以后就辛苦了 红妹妹了 楚慕 我小瞧你来 刀子 画重金请高手 我都让她离开这个世界 哎 你们干嘛去啊 干嘛 老红妹妹这两天可没少帮我忙 当然要好好感谢感谢她了 那你要怎么感谢啊 这是我们女人的事儿 你就别管了 有她在你还不放心吗 走啊 老红妹妹 楚先生我们先走了 搞得神神秘秘 毅然姐姐 你刚刚那时做什么 这五年来 我无家可归 到处流浪 见过太多可怜的人了 所以在迎春堂设立了一个救助站 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吧 毅然姐姐真是善良的人 你不让楚先生跟着来 一定是怕她触景生情吧 是啊 每次提到我受过的苦 她都发誓要报仇 我真怕她 毅然姐姐放心 楚先生不是那么冲动的人 她一定会把事情处理好的 嗯 我相信她 嗯 我们走吧 去哪儿了 我们看你跟着楚沫都造成什么样了 女人呢 是要学会保养自己的 走 带你去享受享受 好 出发吧 啊 还下雨了 上京的秋天 还是这么冷啊 伊藤平治 你没有死 你别开 想杀我 没那么容易 你 你不是伊藤平治 是你杀了我的哥哥 果然有两孝子 可惜今天你就要死在我伊藤平乡的手中了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为你哥报仇 我找你找了好久 没想到结个单子让我碰到了 今天我要让你见识下伊藤家的剑术 是谁顾的你 让你们的阎王爷告诉你吧 可惜一千万 顾一千万杀人 在上京找不到第二个 苏少奇 给我 等着 各位 各位 感谢各位捧场 来参加迅达集团新酒店开业典礼 少奇代表迅达集团 感谢大家 好 那少奇 就先干为敬 真不错呀 真不错 爸 都安排完了 好 苏老爷 苏少可真是咱上京的青年才俊呢 呵呵呵 我讲了 诸位 请坐吧 苏少 一汤平香失手 什么 不是说他万无一失吗 怎么办 董事长还不知道咱们的事 恐怕 怕什么 什么事到时候再说 是 各位 下面由我来宣读 赫里代 上京天海贸易 送黄金麒麟一对 好 同路建设集团 送肖正峰真迹富贵图一幅 依然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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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蠢墨 这是谁呀 送的什么 是啊是啊 送什么给我瞧瞧 给我们畅畅呀 送 依然集团 送迅达集团 棺材四副 依然集团 送迅达集团 棺材四副 蠢墨 你居然敢找苏家的茬 货够了 怎么 只允许苏少顾兄杀人 不允许我讨回公道啊 怎么回事 这人谁呀 苏少杀人 瞎说别瞎说别瞎住 你少在这里胡说八道 我连家门都没出过 什么顾兄杀人 我不知道 什么顾兄 要不我亲自带伊藤平香来指证你 一千万顾兄杀我 你还挺下血本啊 你 咳咳咳 你就是伊燃集团 叶伊燃失忧的丈夫 楚梦 怎么 有什么指教 不敢当 听说你最近 用雷霆手段 恢复了伊燃集团 确实是后生可畏 不过 你这样明目张胆地闯进门 苏家闹事 不够合情理 你儿子顾兄杀人就合情理了 真理公平 自有定论 难道 当了这么多人 你还想行凶不成 不够什么不敢 楚梦 你给脸不要脸 没种东西 还不赶快过关 爸 楚先生 全自有得位的地方 还忘了你多多喊 等我调查清楚了 一定给你一个交代 好 我等着 走 是你和刀子的主意吧 老大我 我我我 没有什么东西 记着做事要做绝 容帅 刚才为什么不对他们动手 对付苏家这些杂碎 一语无反证 我这么做 就是要为了把他的后台逼出来 逼他们 不错 只有把他们的后台逼出来 才能无限接见真相 对了 龙虎 我最近发现你的脸蛋精致了许多 最近依然姐姐带我去做了美容 原来是做了女人该做的事啊 对了 龙虎 这两天苏家容易动手 保护好依然寸步不离 是 老大 把你所有的精锐都集中起来 听我安排 是 老大 老二 你发动上京所有的关系网 摸清楚目 叶依然的情况 好 少奇 今晚你去安会 好 宝贝到了 你把它拍下来 三天内 安排出境 我知道了 爸 行了 都麻烦吧 爸 是不是问一下您上面的意思 小蛋糕 你不演活了 什么话都敢说 不敢 你给我记住 有些人有些事 最好别打气了 你问他干什么呢 爸 我就是想替您多分担一点 我知道错了 下次不管了 这位先生 你好啊 有什么事儿吗 参加按会的人 都是一个圈子里的 我看这位先生 有点面生啊 你我都戴着面罩 你是怎么看出来我面生的 实不相瞒 这里面的人我都认识 比如你 楚先生 有点意思 楚先生最近在上京 闹出的动静可不小吧 不过我还是有句话要奉劝你 在上京 有些人有些事儿 可万万碰不得 你说了什么 我不明白 拍卖马上要开始了 祝楚先生 玩得愉快 我们恭喜五号先生 下面我们拍卖一块宝石 起拍架 一百万 一百万 这石头好像似曾相识过 感觉好熟悉啊 我们恭喜这位 两百万 二百万 大概出二百万 您可以等一等 还有更好的 三百万 楚先生 我之前跟你说过 有些人有些事儿 最好不要碰 这块石头我要了 我出五百万 五百万 五百万 不好了 宝石被盗了 他妈的哪来的大胆毛贼 连苏家的东西都敢抢 苏家公子恐怕要让你失望了 在上京 谁敢动苏家的东西 都得给我连本带利的吐出来 不愧是苏家的公子说话都这么硬气 哦 楚先生 有所指教 看来案会也不过如此 苏公子 后会有期 楚慕 你给我等着 李风男啊 听说你很会做生意啊 哎呦 楚总 可不敢这么说 我这是撞到运 虽然你这个人不怎么样 不过听说迎春堂对公众开放 还设立了慈善补助 嘿 我哪有这脑子 这都是祖奶奶的指示 完 全单照做啊 我跟你说 我们风堂计算 每年要拿出百分之二十的利润 来补贴迎春堂 祖奶奶奶的指示 我可是不敢怠慢 对一件事你做得挺好 那都是沾祖宗的光 您放心 只要您让我往东 我压根不知道西在哪儿啊我 李风男 要不说你能当首富呢 真是脸皮厚吃个够啊 这您说笑了 我那是公伟 我遇到您之后啊 我真是毛色尊开 我对您的景仰 真是如滔滔江水 行了行了 打住 你看 看你这么懂事的份上 送你一个礼物 有礼物 什么礼物啊 迅达集团 这 怎么 不想要 想 不 我能拿下迅达集团 也是为您照看 我随时随地听后拆遣 义不容辞 轮火 你现在身手是越来越好 龙帅 您就别打气我了 我不明白苏家为什么这么在意这块宝石 龙帅 看来苏家的背后 没有那么简单 看来苏家应该只是块棋子 轮火 立刻让您请加大调查力度 查清幕后的人 是 这感觉 好像五年前那一晚 现在杀了她 不 酒醉失足 可能会更有效果 明白 记住 她媳妇要活的 但是 要生不如死 不管你是谁 我都要让你们付出代价 楚沫 你还记得吗 过了前面那条街 就是我们的大学了 还有你常去吃的那家小店 每次都加麻加辣 然后每次都辣得通红 然后 你总想亲我 还想辣我 有吗 当然有了 依然 等上京的事情结束了以后 我带你去吃更多好吃的 那我可得好好准备准备 把这些年想吃的都记上 好的 依然 我先去周围看看 你在这里等我 对不起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应该道歉的是我 你没受伤吗 没有 那就好 我还有事我就先走了 楚先生 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依然 糟了 顶红绿山 白冷虎 立刻通知第二小队开启轩原眼 通知第四小队进驻上京 立刻追踪依然 就是绝地三尺 我要找到依然 是 总帅 依然 我不会让你第二次再离开我 根据依然的手机定位 应该是在这儿啊 姓楚的 这回你身边没人了吧 依然在哪儿 楚慕啊楚慕 你还是想管管你自己吧 在上京还敢得罪苏家 我看你真是不知好歹 接个让刀爷来好好招呼招呼你吧 啊 找死 说 依然到底在哪儿 M79 到底是谁现在有这种物情 喂 陆帅 夫人找到了 依然在哪儿 在出城的车上 我不管是哪辆车 马上给我截停 是 依然 等我 依然 依然 依然你醒醒 你没事吧 依然 我给他救你了 再也不会离开你了依然 真是感人至深哪 真没想到 看了一场感天动地的生死恋 可惜了 跟苏家作对 只有死路一条 就让这烟花 送你们上路吗 三 二 一 在干什么 你 你做了什么 我做了什么 苏家大公子恐怕又成残废了吧 这 这 不可能 这不可能 不 不可能 老虎 老虎 你马上安排第四小队 安装保护夫人 我不允许再有人伤害到他了 哦 对了 你帮我查查昨天晚上开枪的是谁 此人能力不在你之下 必是国际杀手 是 龙帅 楚慕啊楚慕 你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 我们做了这么东西的安排 甚至请出杀手把上高手出手 居然没伤你分好 哇 现在 是时候该问问上面的意思了 这个楚慕 已经不是我们苏家能解决的了 放心吧儿子 爸 已经给你报仇 儿子 儿子 楚慕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大哥 不好了 寻放局的人来了 寻放局 哪是这么快 老二 你先去顶一会儿 我马上就有人 好大哥 喂 立刻安排我离开上井 要快 龙帅 查到了 一共有三个嫌疑人 都是谁 国际排行榜上 这段时间有三个人陆续进入大横 经过排查 锁定杀手 大概率是排名榜第三的突救 突救 有他的信息吗 突救 仅仅出到三四年 出手次数很少 但从未失败 经常干掉同行 相貌和特点 几乎没有什么征兆 那天交手的时候 我就感受到他的实力 没想到竟然如此神秘 上京之行 越来越有意思了 公子 训达完了 我们苏家 这上京也完了 我的儿子 我的兄弟 都让青楚的害了 您可不能不管呢 发苏 慌什么 不就是一个楚慕吗 翻不了天 公子 可是石头丢了 我怀疑 和他有关系 石头 那个东西比你的苏家重要得多 你 算了 明天我就安排人送你去境外 上京的事 你就不要管了 有人会处理 公子 这么多年 我们苏家给您当牛做马 您不会 苏长虹 你是在威胁我吗 公子 不堪不堪 一切听公子安排 想不到让人闻风丧难的 横龙会第十队队长凌云 摇身一变成了 滨南金融界的青年才俊 哈哈哈哈 龙帅 您就别拿我开玩笑了 三年前 您让我进入滨南 我这不时刻准备去呢 好了 上京的是 哎呦 祖宗啊祖宗 哎呦 是哪阵先本把您给吹的 行了李凤塔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滨南证券的负责人秦岳明 收购迅达集团的事情 我不方便出面 具体的事情 就交给你们了 哎呦 这不是滨南金融王子吗 三生有幸 哎三生有幸 哎 行了李凤塔 让你收购迅达集团的事情 不是闹着玩儿的 这些年 苏家的上京为非作乃 一定有不少黑幕 我要你们把苏家的账目 都查个底朝天 放心吧祖宗 咱可是会计出身 这回我亲自上阵 但凡是漏了一笔账 我提头来见 行我也不稀罕你们脑袋 除了苏家地下暗会 也有不少私事 这样 秦岳明 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 好的楚先生 只不过苏家到了 苏展宏却不见了 苏展宏 他肯定会再回来他 我说二位 我请了这汇丰楼的厨子 要不咱们 行了 拉肚子这么快就好了 嗨 我这部鞋子孝敬孝敬您呢 喂 什么 明天就走 好 那好吧 就这么放我走的 没那么容易吧 不行 还是小心尾事 一人 还记得这里吗 这里 是我们第一次约会的地方 当然记得了 当时你还给我买了一朵玫瑰花 把手都刺破了 当时太傻了 买花也放不住 还不如买点实惠的 约会当然要买花 这样才浪漫嘛 先生 是你 谁呀 没想到 我们还会再见面 我叫顾倩 这位是 我是楚慕 这个是我太太 还真是一对恩爱的夫妻呢 我还有点事 就先走了 有缘再会 什么 看到美女走不动路了 哪有 我只是觉得她很奇怪 奇怪 我都直接告诉我 她很奇怪 算了 解决了苏家的事 也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终于再没人为难你了 喂 叶坤 什么 妈 怎么了 姐 你可得救救我们啊 小姑 依然 你回来了 你说 咱们是一家人 不过 这亲兄弟也得名算账吧 小姑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如今我回来了 这个家 我就做主 好 我大侄女也是爽快人 想当年 你爸欠了一屁股债 就我心软 我二话没说 就把钱借给你们了 可是 都过了这么多年了 你们是不是想外账呢 妈 是真的吗 啊 她小姑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当年依然奶奶活着的时候 不是给她留下了一条 架着连城的翡翠项链吗 当年不已经说好了 拿项链换了吗 二嫂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想当年 老太太这都痴呆了 拿了个地摊货 糊弄你们 连着我都上当了 后来我才知道 那破玩意儿一文不值 我都亏死了 你 你根本不是为了你二哥 你就是为了老太人那点东西 废话少说 两个亿 连本带利 一分都不能少 要是没钱呀 我看这老宅子 倒不错啊 不就是这点钱吗 依然 你让封堂集团给划过来不就好了 还用得让你亲自出马 什么 封堂集团 不错 依然正在负责名堂 收购训达集团的项目 这点钱呀 不算什么 看不出来呀大侄女 没想到 你从一个街头捡快烂的 突然变成富豪了 不对 你们在宽我吧 怎么样 到账了吧 算不实现 想不懂的 你们还想干什么 奶奶留给我的项链 也该缝溜我了吧 那破玩意儿 早让我扔了 你 既然东西扔了 就要用别的东西抹 抵押抵押 钱还了押也得还 我要是不呢 小姑当然可以不还 不过这笔账我会记着 等我收购完信达集团 会好好照顾小姑的生意 你 你们 好 我回去给你们送过来 哼 妈叶坤 这里是我和楚慕的家 以后没什么事儿 你们就也不要来 你 我是你妈呀 我来到这儿 是天经地义 你怎么能这么跟妈说话 当年逼着我嫁给苏少奇 把我赶出家门 也是天经地义吗 你 你 二位 依然说的话听不到吗 难道还要我请你们出去吗 哼 依然你怎么了 老公 我也不知道我做的对不对 这些年 他们一直是你的负担 但也是我的亲妈 和亲弟弟呀 依然 我说过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楚 楚慕 苏公子 你小子命真大呀 你 你想干什么 我告诉你 别在那儿硬挺着了 现如今苏家都倒了 没人惯着你这位公子哥了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最好如实地告诉我五年前的事情 否则 你根本不知道你得罪了什么人 你谈上大事儿了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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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苏家 其实就是个打下手的 五年前 是一个叫公子的神秘人 安排害你的 我娶叶依然 也是他下的命令 公子是谁 我 我真不知道 只有我爹见过他 他们都是秘密会面的 你 没想到这个训达集团这么大规模 那是肯定啊 这个苏家 盘踞上京多年 肯定根基雄厚啊 确实有点繁琐 你说我能行吗 怎么不行 我们家依然是上京大学金融系的高材生 处理这些问题 不是手到擒来 好了好了 你别拼了 你看这里 我发现了问题 什么 苏家除了酒店地产商业这些常规项目 还有一个秘密 案会 案会 案会是什么 苏家一直通过案会地下走私 这些账目 应该和地下走私有关 可是这些钱都没有回到苏家的手里啊 看来应该和公子有关 公子 对 他就是五年前的主谋 这个公子到底是谁啊 他为什么要害我嘛 这个还不太清楚 还需要再查一查 好吧 那我把目前的情况汇总一下 对了老公 过几天是爷爷的生日 你陪我一起回去吧 好 都听你的 爷爷年轻的时候对他还不错 今天他大寿送点他后来 这个宋代花瓶差点流失到国外 今天便宜他了 叶鹏 别怪姑姑说你啊 那样的女人 就进不了咱们叶家的大门 叶玲啊 你年纪也不小了 先找个人嫁了吧 别整天的三儿啊 三儿的称呼 多难听啊 哎 你怎么说话呢 什么三儿四儿的 呸呸呸呀 是我说错话了 三嫂是嫉妒你 你看三嫂 天天 就知道刺吻你三哥 还有我们家新儿 哪像你啊 见多识广 哪个酒店的床大 哪个人家的被子暖和你都了如指掌 你 是啊 三嫂刺吻的好 我听说呀 你们家薛儿可出去了 都爬到省里啊 冯公子的床上了 听说啊 夜里冻病大了 让冯老夫人给撵出来了 哈哈哈哈哈哈 你胡说 哪有的事 我们家新儿 那可是正经谈恋爱 是啊 人家冯公子就喜欢年轻漂亮的 不像有的人 一脸折子 想网上贴都贴不上 小姑啊 我可不是说您 您年纪也不小了 还能生吗 你 好了好了 都是自家人 但是接什么短 今天是爸的生日 今天也是蓬蓬的重要日子 蓬蓬 你有什么想法 跟三叔说 三叔啊 这个女人我娶定了 蓬蓬 无论你有什么想法 三叔都支持你 哪怕爷爷给你赶出这个家门 三叔都帮助你 帮我 怕着你希望爷爷把我赶出去吧 三哥 你就别装了 大哥家两口子走得早 二哥家没有股份 蓬蓬再走了 你是不是也要把我给挤走啊 自己独吞也是 小妹 你说什么呢 你把你三哥看什么了 三叔三婶 小姑 大哥小妹 我来看爷爷了 妈 快快 哟 这不是我捡垃圾的二姐吗 小妹说什么呢 原本啊 你们一家 我们是不打算叫上的 老爷子说七十大寿 人全点好 我说依然啊 不是三婶说你 捡垃圾就捡垃圾呗 老实点得了 装什么大尾巴狼啊 就是上梁不正 下梁歪 你拿那花瓶 是赝品吧 依然啊 我们业家是高门大户 你们一家在这儿 是不是有些 不太好啊 依我看呐 你们就识相点 滚蛋得了 话都说到这儿了 我们也考虑你们的尴尬啊 二嫂 我说呀 一会儿老爷子出来了 看到了 恐怕连你也 是啊二嫂 有些话说出来 那就太难听了 妈 丢人的东西 丢人的东西 不但自己丢人 还连累着我们 你真是恬不知耻啊 妈我没有 二伯母 您自己丢人不要紧 可千万别丢了我们叶家的脸 妈 你还愣着干什么呢 还不嫌她丢人吗 妈 你赶紧给我滚 我原本以为楚慕回来了 你能争点气 没想到 你还是这么丢人 师傅阿姨 有没有伤了 请 这怎么回事 爸 是老二嫁的女儿 给您拿了假花瓶 什么 就是啊爷爷 他们拿你太不当回事了 我就说不让他们来吗 你看 爸 对不起 你真的对不起 我不计前嫌 让你们一家人前来过瘦 你 你就干出这种事了 枉我对你曾经一片苦心 没想到 你在街头点垃圾丢人不算 还跟你爸爸一样 学会了撒谎骗人 别家就不信啊 爷爷我没有 不要说了 滚 你们滚 从此以后 不许你们跨地验下一步 叶老爷子 这么说吧 您孙女送您的生日礼物 你看都没看就说是赝品 你不觉得可笑吗 你是谁啊 竟敢在夜间如此放肆 爷爷他是楚慕 他回来了 原来楚慕回来了 怪不得依然拿回了依然集团 原来是因为他 楚慕 你不是失踪了吗 我命到就不用您老多费心了 依然知道您今天过寿 特地给您带的宋代的花瓶 送给您当生日礼物 可惜啊 有人不识货 宋代呢 吹吧 就凭你们 就是就是 爷爷您可别被他们给骗了 口头不平 今天只好必然大家小老拜访 我请他看一看 是真是假 就知道 家交不言 美方不正 让您见像 要了 那就替您看看 叶老 举手之劳 我来帮你鉴定一下 这确实是正宗的宋代官邀 少说也得千万以上啊 是吗 哎呀 可惜了 小老 您是滨南古董界的泰山北斗 他们拿着破碗 您 不会看错了吧 就是呀 他们怎么可能拿出这么贵重的礼物 就是就是 这色泽 绝不能错 可惜啊 年轻人 这花瓶 你是从哪里搞到的 怎么 怀疑我的东西有假 属下前十二人成员肖正峰拜见龙帅 小老 认错人了吧 啊 对 老眼红花 认错认错 不好意思啊 龙帅 难道是横龙会的龙帅 主母怎么可能跟龙帅有关系 认错人了吧 叶老先生 既然是你的寿宴 我就不讨扰了 在下先告辞了 龙帅 老子 你的意思 如果没有这笔贷款 我们业绩就活不下去了是吧 是啊 爸 这事儿龙帅和小妹都知道 是啊 爷爷 公司现在已经到了生死关头了 没出息的东西 虽然你没什么大财 可你们怎么这么不成见 我把这么大的家也交给你们 没想到啊 没想到啊 爸 也不是一点办法没有 是啊 爸 是不是我把上京的方丈也请来了嘛 这么多年 我多少给我点面 是吗 她来这里了 是啊 爸 欣儿已经去接了 太好了 她能来 叶姐就活了 爷爷 顾副行长来了 顾副行长 顾副行长 哎 贷款 叶老先生 这位楚先生 也是你们叶家的人吗 当然 我宣布 今天是 我的大寿志愿 我儿子叶城邦 正式回归叶家 爸 谢谢爸 快快 快谢谢爷爷 谢谢爷爷 哈哈哈 既然这样 那我就有话直说了 你们叶家的贷款 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要是想贷款的话 至少需要两位 有实力的担保人 如果没有担保人 我也无能为力 楚先生 这事儿恐怕还得麻烦你吧 我就先走了 主委 我宣布 谁能找到担保人 谁就是叶家的领导人 爷爷 爷爷希望你也能参与进来 爷爷我 爸 这样不好吧 可不是的爷爷 怎么也能不得他参与进来啊 住嘴 爷爷现在轮到你们座主 哎 怎么叶总不好当吧 你还笑 爷爷都急成什么样了 我必须帮叶氏走出困境 你的爷爷是见风使舵的高手 不亏吃这么多年米饭呢 我又何尝不知道呢 可是如果没有爸爸的那些事儿 爷爷现在早就退休了 更何况 我小时候他对我还是不错的 我们家依然啊 就是心理善良 我真是自愧不如啊 这个担保人 可是要有一定实力的 哎 你觉得那个李峰堂怎么样 他 他肯定可以啊 哎 你一声令一下 他立马开马赶到 不过 真正的问题 在于你那些亲戚 是啊 大哥顶多是贪图小利 满足私欲 可是三叔一家 恐怕是要搬空夜市 不自力模糊 不错 你说的对 不过我认为最危险的 还是夜灵 小姑 不错 那笔账都二十年了 他怎么突然想起来要 而且那个项链 我找人鉴定过了 它根本就不是地摊货 它的价值最少五个亿 你不觉得这里面有什么问题吗 小姑虽然一直说自己是女儿家 不在意夜市 不过他好像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掌权夜家 不错 他那天来我觉得更像是试探 试探 对 他就是苏家背后的人来试探我们 先生 航班即将起飞 这是您的茶 谢谢 总副事手 都说您是上京的青年才俊 说的还真没错呢 您可真把人家给累坏了 官说中的上京一枝花叶灵 你这一身床上功夫 怕是不少上京的达官显贵都被拿下了 哪有 人家的身子是专门伺候您这样的嫁人物的 我们家的事可仰仗您咯 放心吧 我一会儿还有个会 你先收拾吧 呀 那我就谢谢您了 您要是有需要啊 我随叫随到 保证啊 把您伺候的舒舒服服的 嘿嘿 呸 什么东西 伺候我 你也配 喂 你玩的挺开心呢 还不是您交代的 我已经找到介入业家的机会了 有消息 苏展红失踪了 可能还在上京 必须要找到他 好 我立刻派人去查 总副事手 你把我内衣到哪去了呀 好的 我知道了 找不到 就别穿了 大妈一下 谁愿意看你 呸 好一个过河拆桥 既然他不仁 就别怪我不义 馨儿 馨儿 你是 我是你大学同学赵志成啊 你们今天业家的事儿 我可是特地来捧场的 赵志成 你是笨我来的吧 就是就是 人要有自知之明 是呀 想抄 你来干什么 我们家最近跟上京银行 也有所来往 怎么 两年不见 装不认识吗 本小姐压根跟你不守 有行 话可不能这么说 当年你跟我可是 蒋超 我劝你说话注意点 我现在可是省都督公子 冯如龙的女人 你说话如果不小心点 把自己折进去 可就不好了 再连累了你家里的人 冯公子 冯公子 亲爱的 你来了 她竟然抱上了冯公子的大腿 妈呀 真是万万没想到啊 当年在大学那就是个野鸡 这居然喷上高枝了 哎呀 没天理 哈哈哈哈 请放心 一个小小上京银行 不会不够面子的 有冯公子帮忙 那真是太好了 只是不知道叶鹏那边怎么打算的 而且啊 叶玲还没到 妈 你不用担心 他们见不起什么浪花 就是就是 有我在呢 你放心吧 依然 看来你妹妹认识不少贵人呢 这个冯公子 一看就是个不着调的公子帮 心儿和他在一起 恐怕迟早被骗 依然 叶佳这样对你 你还 楚先生 您这是想入坠叶佳 入坠 这也没准吧 我想以楚先生的能力 不只是想当一个叶佳的坠婿 感谢姑父行长施元首 我TAA谢谢您 不客气 毕竟我和楚先生是朋友 你们先聊 我就先走了 这个女人 好奇怪 我也觉得好奇怪 我总觉得她在一直故意接近我 她到底想干什么呢 你也觉得她看上你了 哪有依然 吃醋了 各位 今天是叶氏和上京银行 商讨合作事宜的日子 请问叶佳的担保人到了吗 来了 来了 亲爱的 担保为我 来了 原来是冯公子啊 施敬 别想没有用的 快再开始吧 冯公子的身份确实尊贵 别说是整个上京 即使在滨南都好使 那你还不快点 但是银行有银行的规矩 什么 难道你不知道我爸是 对不起了 哼 亲爱的 滚 请问叶佳还有担保人吗 如果没有的话 今天的晚会就到此为止吧 等一下 呀 叶叶知道你和楚慕有能力 叶叶请你救救叶佳吧 叶叶别这样 别这样 别这样 封堂集团董事长 李封堂到 楚先生 叶小姐 李封堂到 叶依然是怎么搭上这么大的任务的 呸 谁知道他们是怎么够的事 今天的封堂怕是要让他们出尽了 这是什么样的女人 竟然能请到封堂集团的李封堂 我只知道她是叶欣儿的表姐 据说当年可是上京的第一美女 包括后来家里出了点事 还沦落到街头要饭 可是她怎么会出现在这呢 街头要饭的都这么漂亮 叶欣儿简直跟她没法比 我当年也是瞎了眼 What 别乱说 我看这个女人旁边的人不紧张 咱呀 说多了容易得罪人 喝酒吧 李总那就麻烦你了 好 应该的应该的 爷爷 这回你就放心吧 太好了 太好了 既然你来了 毅然的事情就交给你去做了 好的 没问题 封堂集团的李总 以您的实力 叶家这区区武艺的案子 肯定是没有问题 那我就提前恭喜 慢 小姑 你怎么才来呀 这位是 这位就是上京市的左夫侍首 抱歉各位 本不想打扰你们的生意 但是我们接到举报 业界的账务有着巨大的问题 因此先暂停夜市的一切经济活动 等调查结果出来后再做定夺 周夫侍首 我们夜市一直清清白白 您可不能冤枉好人哪 爸 你就放心吧 暂停经济活动啊 是为了保护我们 夜市啊 不会有事的 你最近在上京动静很大 我的动静好像跟你没有什么关系了 这小的到底是什么人 竟敢这么跟左夫侍首说话 就是就是啊 就算那嚣张跋扈的冯如荣 那见着左夫侍首也得礼让三分的 嗯 在上京主要是喘气的 就连一只蚂蚁都跟我有关系 看来你好像对我很有兴趣啊 我对你这种憋三没什么兴趣 但是 无论是谁 敢敢在上京闹事 我就绝不放过 好大的威风 迅达集团这些年在上京违法乱纪 我这也算为民除害了吧 你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就是楚慕叶毅然的丈夫 楚慕 你不是失踪了吗 我以为你死了 想不到命真大 看来你好像对我很了解 找谁 叶依然 不过就是个马上又破产的小公司老板 找他干什么 照办就行 不过 最好让叶依然有所牵挂 生不如死 叶依然和她丈夫楚慕 倒是很恩爱 可以安排做掉楚慕 安排苏家拿下依然集团 好 就这么办 我要让叶依然一无所有 说过 在上京只要是喘气的 都跟我有关系 我们后会有期 楚慕 你回来心里有气 爷爷知道 可你得分个时候啊 这个关头 你怎么可以得罪他呢 妈 就是就是啊 你说你自己不争气就罢了 你说你还敢得罪贵人 你看你把你爷爷气的 爷爷 妈 你们放心吧 有楚慕在能解决问题的 一定会没事的 唉 依然 怎么了 这个左汉文有大问题 难道五年前是她 不管是谁 我都不会放过她 楚慕啊 有点意思 我喜欢 还真是有点舍不得干掉你 怎么样依然 夜市的事情还顺利吗 嗯 银行虽然被叫停了 但是有李峰堂和秦明月的注资 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了 这样爷爷能放心了 不过 你想说那个左汉文 对 她好像对你有很大的敌意 她只不过是苏家背后的冰山一脚罢了 如果她和五年前的事情有关 我一定不会放过她 那你可要小心点了 她和小吴的关系很近 好了依然 赶快进去吧 千万别迟到了 都等着你开会呢 那我过去了 龙帅 怎么样 这个左汉文什么来头 属下查到了这个左汉文的母亲 她是一名大学教授 履历也很清白 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 和苏家没有任何关系 不可能 她明显是冲着我来的 龙帅 我觉得她更在意的 好像是您到底是不是储慕 对 她一直在逼问我身份 看来幕后的人 已经知道我要回来了 龙帅 要不然我增加些人手过来 不必了 人多反而容易打草惊蛇 这些臭鱼烂虾 还难不倒我 龙虎 帮我照看好一人 我怕有人对她动手 是 请龙帅放心 没想到 楚慕居然能活着回来 看来 我要讳讳这个楚慕了 三叔三婶大哥 我有幸受爷爷所托 执掌夜市 你们就配合一下吧 你还真是拿着鸡毛当令箭了 三婶 那我问你 馨儿不在公司任职 为什么她的所有用度 全走公司的账 叶依然 你是不是没事找事 我不是叶家人吗 在座的谁不是吃夜市的喝夜市的 爷爷都没说什么 你来什么劲呢 你听好了 我现在就以夜市董事长的身份宣布 从今天开始 停掉你的所有用度 爸 你看他说这话 他都欺负到咱家头上了 依然啊 三叔跟你说句实话 夜市 就是咱们自己家的家族企业 说白了 就是养活咱们一大家人的营生 合力战 三叔 现在夜市入不敷出 如果还任由大家这样回户 大家早晚露宿街头 是 就这么决定了 如果夜市有所好转 我会再给馨儿调整 是 对了大哥 影视公司必须要停了 拍了这么多电影都赔钱了 实在不适合经营下去了 不是依然 你这情况是怎么知道的 不好了 不好了董事长 门口来闹事的了 慢点说怎么了 董事长 门口有一队民工在讨薪 说要砸了他们家 什么 冷胡 你先和他出去安抚一下人群 我调查一下 是 夫人 大哥 新川路开发的项目是你负责的吧 怎么回事 这个 啊 我去年拍了一部新戏 预算不足 这个 都挪用了一部分资金 我就说吧 只要是姓叶的 就没有不惜叶家写的人 好了大哥 你现在必须停掉你的影视公司 另外 你不要再担任总经理的辅助了 叶依然 我告诉你 我可是叶依最最爱的绳子 你信不信 我找叶依去 叶董事长 我们家花点钱不行 那别人挪用公款 该怎么处理啊 我那可是干正事 我也是为了叶侍啊 说的可真好听 为了一个三线女演员 把全家都搭上 这也是为了叶侍 好了好了 别吵了 哟 这人都到齐了 开会怎么不叫我 这是叶侍在开会 你又不是叶侍的员工 叫你干什么呀 三嫂 话不能这么说呀 昨天或许不是 那今天就是了 原本指望我几个哥哥振兴叶侍 可惜了 最后还得靠我 小郭 你这是什么意思 哈哈哈哈 没什么意思 银行贷款被叫停了 老爷子说过 谁就夜市 谁就做掌门人 如今你的位置我想坐坐 依然啊 下来吧 你还太年轻 不适合你 那要是小姑来做 就更不合适 老公 叶董事长 我给你送礼来了 送礼啊 不错 小姑啊 从哪找到群众演员啊 你在这儿胡说八道些什么 这个孙经理和那个王经理不行啊 应该去叶鹏的影视公司训练一下 漏洞百出 老公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你的这位姑姑安排女演员勾引你大哥 还利用新春的项目 企图吃掉叶家 你爷爷也挺聪明的 怎么有你这么个笨蛋孙子 还企图做一个局 你这样的人配当董事长 好你个楚慕啊 你真是依然的好老公啊 321依然 大家好 帮我看看 怎么样 什么都把我拍丑了 比人不善于拍照 依然 你觉得今天开心吗 这是我五年来最开心的一天 上一次这么惬意的时候 还在五年前的夏天 是啊 时间过得真快啊 你说我是不是在做梦啊 要不然你让我试试 这是不是真的 试试 怎么试试啊 疯而然是掐你了 掐我多疼啊 哦 诶以然这么用力了 诶以然 我该谁让你把我拍的这么丑了 诶以然 你好美啊 和今天的景色一样美 我见青山多妩媚 了青山见我应如是 唉呀 实在不好意思二位 再下一时间没困着做 打扰二位了还望见亮 没事没事 小弟一润由山聊水到此 不知二位是 我们只是上京的一对普通夫妇 这是我的佳琪叶仪然 我叫楚慕 语润 你就是那个名辩大横的作家 诗人语润 我读过你的书 诗人台 图有虚名罢了 原来是语润先生 诗敬诗敬 相敬不如偶遇 不如一起同游 好啊 那会更有趣一些 好 那就恭敬不如同游 老公 按理说这个语润先生的作品 我很喜欢 怎么你对他也很有感觉 我也不知道 无论是他的气息还是文采 我第一次有这样的感觉 我看你啊 是最近事情太多了 太敏感了吧 人家语润先生 我们粉丝都知道 就是喜欢东走西走的 你是不是嫉妒他 比你有文采 当然不是了 我哪儿嫉妒他呀 他有文采 我还有你呢 干嘛 语润 你还记得咱们五年前 伟大的计划吗 什么伟大计划 干嘛 这次跑不掉了 你 傻流氓 起来吧 第七小队情况怎么样 回禀龙帅 我们调查苏展鹏还在上京 不过好像有高手 也在找他 高手 到底是什么人在找他 属下还不清楚 请龙帅恕罪 这也不怪你 云景 属下在 给我安顿好兄弟们 一定要注意安全 严查此人 是龙帅 在宴会上左汉文咄咄逼人 看来他的事应该跟我有关啊 这个苏家应该也跟他有关系 公子为苏家服务 那左汉文会不会跟公子也有关系 会不会也是公子的人 苏家这条线断了 看来只能从左汉文这下手了 老公你跑哪儿去了 来了一人 别杀我 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和楚慕是如何交手的 楚慕 他 当时我出拳 他一动都没动 我的胳膊就断了 神隐无形 太古出入 当时 我 我 我不知道 他是远古高手 他说远古 是花拳绣腿 太古出入 想不到 楚慕竟然有这样的实力 我 我都说了呀 你们 你们 啊 老胡 这几天上京怎么样 楚先生 李丰堂和秦月明那边都是很顺利 丰堂集团已经是上京首付 李丰堂这两天经常往家里送东西 说是要孝敬祖宗祖奶奶 叶啊 我说的没错吧 这个好大孙儿还是很孝顺的 李丰堂这个人脸皮之后 我可没有这么厚脸皮的好大孙儿 叶啊 到时候咱们也生一个好大儿 抱一个好大孙儿 干嘛呀 对了 楚先生 这两天上京银行的顾倩 倒是来拜访过几次 说是要和您谈一下 叶家贷款的事 这么积极 是想找人还想要谈事 我看他就是对你有意思 人家当时要谈事了 没准人家这单谈成了 有一大笔奖金的 冷货 这个女人绝不简单 帮我约一下 是 楚先生 还有 怎么了 陈大墨死了 陈大墨 陈大墨 陈大墨就是叶坤的准岳父 他 叶坤跟陈恬恬不是早就分手了吗 到底谁干的 昨天夜里街头 没有任何人看见 我倒是去看过他的遗体 他的另一只胳膊也断了 那个手法 几乎和您一模一样 神行入处 太古出入 有太古高手来上京了 这个目前还不清楚 对 冷货 通知奔向来 严查高手 告诉所有人 不要轻举妄动 以免受伤 是 楚先生 你可真是神秘啊 顾小姐不也一样 穿得跟银行支援一样朴素 毕竟我们天天上班这么忙 不像您的假期 打扮得如此精致 顾小姐 倒是对我太太很有兴趣 毕竟换谁谁不羡慕呢 话说回来 楚先生对您的假期 包括他的娘家 照顾的可是无微不至 看不出来 顾小姐对我的家人 还有所关照 家人 叶家恐怕不是这样认为吧 我就有话直说了 叶家现在可就是一个空壳子 顾小姐对我的家事 比我自己还了解呀 幸好楚先生有 李峰唐秦岳明这样的朋友 对叶家的调查 现在也已经结束了 一切都可以继续进行了 这么说是个好消息 我得感谢一下顾小姐 楚先生 一回生二回熟 倒也不用这么客气吧 他就是楚慕啊 看这也没什么特别的吗 您可不要少看他 我们苏家 已经被他逼得无路可走了 我我高手一腾 什么垃圾都可以叫高手 一个一 我帮你解决他 这 怎么 嫌贵 那我可走了 不贵不贵 那就麻烦你了 楚先生 酒怎么样 酒不错 应该很贵吧 这是我已经亡顾的丈夫收藏的 她比较喜欢喝酒 不好意思 没什么 人总是应该向前看的 毕竟像我这样的女人 是不会有人心疼的 顾小姐谦虚了 以顾小姐的姿色 追求者没有一千也有八百吧 我又不是风筝 怎么会有那么多人追呢 毕竟 追我的我也不一定能看得上 那顾小姐喜欢什么样的 我可以给顾小姐介绍 我喜欢你这样 我 对呀 我就是你 顾小姐可真会开玩笑 我可没开玩笑 我去个洗手间 有点喝多了 顾小姐 沈 顾倩 怎么样啊 楚先生 这样的银行副行长 意外吗 第一眼见你的时候 我就觉得不对劲 没想到大名鼎鼎的顾小姐 还有这样的一面 你不好奇 我为什么拿枪指着你 我知道我得罪的人多 但我实在不记得有你啊 我接了那么多单子 楚先生你 可是最棘手的 好 这么说 那晚偷偷对我开枪的是你 楚先生 不仅口才好 脑子也蛮聪明的 这么俊俏的脸蛋 可惜了 哎 顾小姐 我知道我现在已经什么都跑不了了 事已至此 顾小姐 最起码让我知道我是被谁干掉的吧 我叫突舅 这将是你在这个世界上 听到的最后一句话 什么呀 没想到大名鼎鼎的秃鹫 还是个小美女呢 玩刀弄枪的 弄伤自己 多不知道 你放开我 放开我 说 谁派你来的 想知道啊 求救我 你 你说不说 你让我说我就说 说不说 你 我说我说我说 我说我本来我就是来玩的 没想到碰到个高手玩脱了 居然是这样 好 这将是你在这个世界上听到最后一句话 别别别别别 我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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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假冒的姑倩 真正的姑倩被我关起来了 她是左汉文的情妇 她可能知道些什么 我真不知道雇主是谁呀 你放了我吧 左汉文 对对对 就是那个对你有意见的左汉文 好 一般说实话的人 我都给她个痛快 啊 你个骗子 带我去见她 哦 你都知道左汉文些什么事 说 不然就把你小脸给憋憋憋 我说我说我都说 大概五年前的一天 我听到她在打电话 说什么人已经处理完了 剩下的就好办了 她管电话那头叫公子 还说什么苏家的生意 当时我吓坏了 后面就不知道了 我真的就知道这么多 求求你们了 求求你们了 楚慕 你怎么了 公子一定和五年前的事情有关 顾倩说的事 就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没什么 这件事情跟你没关系 你就别卷进来了 呸 男人都是这样嘛 用完就扔掉 都不说声谢谢的 你要是开枪了 我恐怕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 就这样再会 喝酒的时候 我说的话都是真的 枪里其实根本没有子弹 这么说 一切都是小郭搞的鬼 不错 也是你大哥和三叔一家不争气 才让叶玲有可乘之计 不过我觉得 他应该也是一枚棋子 背后应该是左汉文在操作 左汉文 我们和他没有任何过节 为什么他 这个我也不清楚 冷户还在调查 我总觉得 这后边有更大的阴谋 滚开滚开 什么人都带人乱走 怎么 这路难道不是让人走的吗 瞎了你狗眼 也不看这什么地方 明堂大酒店嘛 怎么 不开门做生意 今天是我们酒店新开业的日子 一会儿我们叶董事长就来了 你们杂七杂八的人 赶紧给我滚 李丰堂这个手下 素质有待提高啊 确实啊 敢叫我们董事长大名 吃了豹子胆了 奶奶 怎么跟祖宗祖奶奶说话呢 你是不是你 这就是叶董事长夫妇 你眼睛长屁股撑 李丰堂 看来你手下得好好训练 这丢的可是我们的人 您放心 我一定好好延长 喂 老公爷爷找我吗 夜市的事情不是解决了吗 不清楚啊 好像挺急的呢 好 那我们快去 再回到这里 心情都不一样了 确实 从不再见到掌门人 叶家再也不会瞧不起你啊 你就别取笑我了 我就是帮爷爷开好家 这样爷爷才能放心啊 知道了 走吧 快进去吧 叶董事长可千万别迟到了 叶董事长可千万别 他们人呢 他们开会去了 都等你过去呢 丑墨 爷爷在那个书房等你的 好像有话等到你多 你快去吧 好 依然你先去 好 走啊 丑墨 我现在还是要感谢你 虽然表面上依然当上了 龚市长 但是我相信 我相信背后都是你的功劳 老爷子 我是依然的丈夫 叶家的事我肯定要管 多谢你不计前嫌 为了这个家 老夫的这张老脸也算是丢尽了 权衡利弊 见风使舵 伤人吗 不寒碜 哎 你莫要取消老夫了 我又何尝不知道 早看透了一切 只能说家门不幸啊 我家老大早年夫妇遇了车祸 我这大孙子就成了孤儿了 也是我太放纵了他 才让他这么不成事 老三又是个软骨头 让那娘两个耍得团团转 秀英公于心计 不知廉耻 借借的这些事 早都成了笑话了 真是家门不幸啊 老爷子 您也别太自责了 我是依然的丈夫 就冲依然叫您这声爷爷 我也能保叶家不倒 初莫 你知道吗 既是我最初的接班人 是我的二儿子 依然他爸 叶成邦 他 他不是早就被驱逐家门了 他不是被你逐出家门了吗 哎 依然他的父亲呢 是最想我了 从小好学聪明 能力远在其他叶家人之上 就在依然十几岁的时候 我跟他大吵了一架 一气之下 他就出去成立了依然集团 可惜 直到依然接手 这公司也不景气啊 你相信我相信我 我一定 哎 对 不 我一定会把钱给你还 你相信我 还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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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意思是这里面有事啊 对 为了叶家也好 为了依然也好 我希望你可以帮我查出当年的真相 也算我没什么遗憾了 好 我答应你 今天把你叫来啊 是要给你一样东西 这东西 跟依然有多大的关系啊 一幅画 对 老爷子 这画跟依然有什么关系 说来话长 二十年前 叶家只不过是个小公司 没有什么名气 有一天 来了一个陌生人 交代我要善待依然 在他的帮助下 叶家才逐渐声明确起 二十年前 什么人会因为一个毫不相干的小姑娘 帮助一个家族啊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叶家能有今天 跟他有莫大的关系啊 这画是他给你的 对 后来他给了我这幅画 让我等依然长大的时候 交给他 本来你们结婚的时候 我打算 结果你出事了 这事就搁置了 这画跟我出事也有关系 也许有 也许我多想了 与其交给依然 不如交给你 我更加放心一些 好 老爷子 我一定把这幅画的秘密 借出来 我不允许有人在背后 对依然谋划什么 出目也正是因为这个老二离开了 我却常常把依然接回来 我承认我对依然的好 是因为想象那个人在帮帮叶家 后来对依然之后来 后来这个人没有依然的好 我就越来也不在乎依然了 老爷子 虽然你不是真心的 但你也对依然好过 你永远也是依然的好爷爷 今天的这个话我不会说出去的 那天我也是太好面子了 依然一片孝心给我住手 我去那样的对待他 我不配到依然的爷爷 既然过去了 就让他过去吧 说 爷爷 请你对依然 说一声对不起 老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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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画里边到底有什么秘密 在背后保护依然的人 究竟又是谁呢 叶家 画 苏家 石头 五年前的事情 会不会跟这个画有关呢 属下前十二队成员肖正风 拜见龙翠 想不到退役之后 开始搞起古董字画了 坐吧 属下只是爱好而已 对了龙翠 您驾临 宾男 怎么不知一声 还要说属下略竟地主之遗 好了 我来上京是有要事在身 小正风 横龙会的誓言可还记得 把我横龙会会员 必当护国爱民 一心舍命为功 有违誓言 天诛地面 好了 我来不是让你舍命的 我来啊 是想让你帮我看看这幅画 画 什么画 这幅画是叶广叶送给我的 其中藏着的秘密 他一辈子也没有参透 我看你跟他比较熟悉 想让你帮我看看 属下富财 愿为龙帅分忧 这画 怎么样 有什么发现吗 龙帅 树属下无能 这些年 我看过的名画也不少 不过 这幅画 这幅画怎么了 这画 不像是大师的作品 水平也太一般了 看不出有什么价值了 没什么价值 我这么看 确实也是 无论是从落章的材质 和装表的材质 也都是普通货 您都没什么看法 看来这画的秘密 要一辈子无人知晓了 龙帅 你可以去找燕城影家 如果有什么秘密 他们一定能破解 燕城影家 燕老太爷 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出山了 要想找到他 有一定难度啊 有人在就不怕没地方找 我亲自去 老公 你真的要自己去吗 依然 无论如何 我都要亲自去一趟 那让冷湖妹妹和你一起吧 没事 在大衡还没人能奈我和 放心吧 依然 冷湖 楚先生 我不在的日子 上京就交给你了 有情况随时通知我 是 喂 我已到达燕城 吩咐我们的人 马上调查银家 好 除旧 不 宝儿 我不是说让你离开了吗 你干嘛这么凶啊 你说让我离开我就离开 我可是个危险人物 跟我做朋友是有风险的 谁要和你这种没心没肺的人做朋友 我真的有事 有机会再聊 有事我陪你啊 清风门已经沉寂二十多年了 没有问题找不到尹家的 你知道尹家 算了你还是老是待着吧 哎 你就这样吧 我看你怎么着 说 龙帅 清风门的古老爷子二十年前已经去世了 如今的少掌门是古老爷子的孙子 但是下落不明 这样真的走到死胡同了吗 这回需要本大小姐了吧 你 你真的知道尹家 我当然知道了 不过 你得告诉我 你找尹家干什么 既然如此 宝儿小姐还请你多帮帮忙 事关我夫人 我必须找到尹家 你夫人 就是那个叶家大小姐 那我不帮你 还请 帮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你得先陪我逛逛 我就告诉你 逛逛 怎么了 干嘛连拉个老长 陪我逛逛就这么不开心吗 宝儿小姐 你明知道我有钥匙在身 你这又打电玩又打游戏的 你不是结婚了吗 怎么 像看电影这种事情 你和你妻子恋爱的时候没做过 宝儿小姐 你和我夫人不同 你又何必呢这样比较 你叫我怎么了 宝儿小姐 我夫人是我的挚爱 首先你能帮我忙我很感激 但是你毕竟和我夫人不同 宝儿小姐 尹家到底在哪儿啊 知道了知道了 这不来了吗 你们干什么呀 小屁孩儿 不认识我了 这不是我宝女神吗 怎么突然想起我来了 莫非我旧情复燃了 小屁孩儿 谁跟你旧情复燃啊 我现在有人儿了 长得倒是像模像样儿呢 不过就是太死吧 没有少年的朝气 跟我比啊还差那么 一丢丢 哎呀行了少废话 找你有事儿呢 这个就是清风门 尹老爷子的传人 他的大孙子尹烈 原来少掌门啊 在下还有事儿想拜托尹烈兄弟 哎我就知道 无事不登三宝殿 呀呀呀呀呀 罕见的罕见 这话儿简直就是万中无一啊 怎么这话儿有什么不对 有话儿你就说呀 老哎呀呀呀的干什么 这话儿简直就可以用惊世骇俗来形容 我们尹家人世世代代这么多年 就没见过这么 这么什么呀 这么烂的话 你们让我见见他 简直就是对我们尹家人的耻辱 并且没有之一 怎么可能呢 你是不是看错了 这话儿应该很重要的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你们可以质疑我 但是绝对不能质疑我们尹家人的技术 楚先生 看来你又要白跑一趟了 谁呀 谁姓武的 给老子出来 吵什么吵啊 我就是姓武的 你谁呀 原来是你这小子啊 你在这儿正好 给老子我画幅画 老子送过有姑父贺寿 原来是冯公子啊 失敬失敬 但是呢 冯公子好像不太懂这一行的规矩 画画呢 需要心静 清风门毕竟传承了千年 自然有自己的一套流程 毕竟是给曹省回求画 自然得认真严谨点 啊 规矩 什么规矩啊 首先呢 要沐浴更衣 来祭拜一下隐家的老祖宗 其次呢 还得送读新法 最后还要加上一些敬语 敬语 什么敬语 就是 爷爷爷爷 求求你 帮大孙子画幅画吧 妈了 你敢耍了 你们废了 给我上 谁拿我 那个什么公子 赶紧滚吧 这位女子得罪不起 小心你的小命啊 现在你们知道我们清风门为什么不开张了吧 这里闲人太多了 既然没研究明白什么 看来我至好回去了 等一下 怎么了 有门道 这画的玄机 在这儿 我差点没看出来 就在画纸上 画纸 对 这画纸虽然不是很名贵 但是非常稀有 这是我这辈子第二次遇见 那上一次是 那还是小的时候 那还是小的时候 我总爱去爷爷的收藏室里捣乱 偶然间 我发现了一张邀请函 那张纸的材质非常特殊 我从未遇见 所以说印象很深 那邀请函还能不能找到 我爸 其实不太喜欢我家的家传 后来 后来爷爷的收藏室 就让我改成练歌房了 有些东西 就不知道扔哪儿去 不是我说你小子 你家就你多喵一个 你就不能认真点 没事没事 应该不能丢 这样吧 我回去再找找 等我找到了 再联系你们 好吧 尹兄 那这件事情就拜托你了 怎么样 尹列这小子还是有两下子吧 确实 尹兄弟虽然看着放荡不羁 不正经的样子 不过 这技术确实够硬 看来深得尹老爷子的身传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别提了 当时我遇上的嘛 一口一个姐姐叫顺嘴了 非要让我当个女朋友 烦死 我说怎么对你颇有好感啊 原来是曾经爱慕的对象啊 他呀就小屁孩一个 好好少掌门不当 非要流里流气的去酒吧当歌手 确实 我以为尹兄弟像这种 清风门前家规森严的人 不得一身正装老气横着 他跟我说 从小家规森严 他爷爷总是给他灌输传统文化 所以呢特别烦那些 说什么现在爱上了街头 想去当一个 屁孩播手 人生如此 也是人生的一番寂寅 这个尹兄弟啊 确实有趣 算了 我累了 休息一会儿 干嘛 要勾引良家富男吗 其实 宝儿小姐 你这么可爱 怎么当上国际杀手的 你少管 赶紧走 宝儿小姐 来 尹兄弟 你别说还真有所发现 是吧 那太好了 当年给我爷爷的邀请函 是一个来自094的科学研究所 我只知道爷爷当时 作为大行字画的大师 受到邀请 好像是 为了一个什么研究 剩下都不太清楚了 094研究所 对 这个邀请函的材质 正是他们研究的产物 防水防潮 抗力极强 如果用来封存 议会文物 还真是个不错的选择 对了 这个曾经的研究所 应该在燕城 你可以查一下 祝你们好运哦 拜拜 好 多谢尹兄弟 怎么了 画的材质 果然有说法 是来自曾经的一个科学研究所 研究所 对 我觉得 依然的美秘 可能就在那里 可是到底是什么人 这么在意你的夫人呢 不知道 咱们先去看看就知道了 走 好 幸好没弄上东西 宝女神 这回 你该对我刮目相看了吧 你是什么人 丑木 宝儿 你们一定要查清楚 帮我报仇 据科学院的老人说 黄教授和楚教授 对大衡做出了杰出的科学贡献 嗯 成立了094之后 他们对所有的信息都保密了 所以 没人知道他在研究什么 楚先生这是又遇到坎了 喂 冷活 好 我今天晚上就回上京 宝儿小姐 这次严惩之行 多亏了你 我今天晚上就要回上京 跟我一起吗 一起 可算了吧 你家那位不得把醋坛子打翻了 既然如此 那就此别挂了 干嘛 你不是今天晚上航班吗 你家那个女人连几个小时都等不了啊 没有我就是想 你想什么想啊 你是不是就是想我黏人啊 那我现在就消失 一辈子都不见你了 你满意啦 我 楚慕 如果有一天我消失不见 你会不会想我 我 楚慕 谢谢你 我一直都不知道爱是一种什么感觉 直到遇到了你 但是我知道你心里已经没有我的位置了 我希望下辈子 可以早点遇到你 这一次我是真的滚蛋了 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了 宝儿小姐 保重 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你的 公子 这个楚慕 去燕城做什么 难道是他调查我们 我只知道他爹燕城为了找青雯门印象 为了让冯蓉龙找几手钱去 谈听消息 那可废物 能靠得住吗 正是因为他是废物 才不会怀疑到我们 这个楚慕绝对不简单 这五年来他恐怕今非昔比 我们不能再让他这么放肆了 是时候该动手了 杀手天战已到位 公子 什么安排 和五年前一样 照火的花条 这次我来安排酒局 让天战找机会动手 初一 这次你死定了 毅然 老公你回来了 我好怕你有消失不见 我这不都回来了吗 没事啊 这段日子都是冷湖妹妹在忙前忙后 可要好好感谢感谢她 夫人 这都是分内的职责 不敢邀功 这段时间确实也辛苦你了 明天我让李丰堂安排汇丰楼 咱们好好搓一顿 那我上网查一下 看汇丰楼有什么好吃的 冷湖 你怎么了 有什么事吗 禀告龙帅 没什么 没什么 你这状态可不像铁血无形的冷湖啊 非亲非故 你为什么要管那个女杀手叫的那么亲密 她名字就叫宝儿 又不是 是 暑假多嘴 先行告退 你怎么说话呢 毕竟也是你灵的 连长 听说你要去上京 是 见个朋友 连长 你热爱唯一创作 为父 非常欣慰 你广交朋友 也无可非议 不过 上京人际关系比较复杂 你毕竟年轻 父亲你是不是还要说 我的身份特殊 父亲您是宾男省亏 一言一行我用多多注意 不要与人联系过密 是吧 为父一心为公 你要多多放饭 有心之人 有心之人 父亲您可真是自知甚高啊 前段时间 已闻会友 认识一个知己 这次去 不过是聊聊天罢了 难道这也不行吗 嗯 那好 老哥 姑姑您在家呢 嗯 又上下鬼混进了 要注意自己的身份 不要给你父母添乱 是是是 姑父教训得对 如龙谨记在亲 父亲 管好你自己儿子得了 你 姑父心怒心怒 老哥 老哥你等等我 明成啊 你什么时候才能理解 为父的良苦用心呢 想不到你触摸这么大的人物 现在竟然给我当司机 怎么 妈 我们家叶董事长每天日理万机那么忙 我当个协内主不正合适吗 你呀就是嘴贫 这五年我就像在梦里 一直睡不醒 回来了 现在又这么多事 好了毅然 一切都会过去的 楚先生 叶总 外面有一个人自称是你俩的同志 前来拜会 叫什么 宇润 宇润先生 对 快快快 楚兄好久不见 宇润先生 有什么事吗 实不相瞒 我有个朋友在上京赚生意 一打听合作公司竟是二位 所以特来上门拜访 既然是先生的朋友 那我们一定配合 十分感谢 那就有劳楚先生 叶总 先生太客气了 我们在上京还是有点小生意的 能帮先生朋友的忙 是分内之事 对了 先生这次在上京待多久了 时间赋予的话 我可以带你去转转 多谢楚兄好意 不过我今晚就要离开 改日有空 我一定亲自上门道谢 好 那就改日 这个宇润 每次一出门都能碰下他 这未免也太巧了吧 大哥哥 我都好久没有看到你了 怎么了 我妈宝儿不是有信上人了吗 咱们还会记得 他这个大哥哥呢 哎呀 还不是因为你太忙 没时间见我 我才出去玩的吗 我听说 上京那个叫楚慕的 可是真厉害啊 居然能让我们的冷血杀手 初初改换新兴 你就别取笑我了 爱情可真是一个熬人的东西啊 楚先生 我调查过了 这个宇润先生 不过是个作家 不过 不过什么 不过他口中所说来上京 做生意的朋友 是冯如龙 冯如龙 叶希儿的男朋友 对 就是他 这个宇润 三番两次的出现 肯定是设计过的 我们不要轻举妄动 以免打草惊蛇 好 依然 老公 对方既然有备而来 那么我作为董事长 还是亲自接下比较好 不过我逼而不见 对方可能会有所警觉 可是 我怕他们会对你不利 放心吧 不管有什么事 这次我们夫妻都要共同面对 可 不要可视了 这次你绝对不能再抛一下我独自行动了 好吧 冷户 你一定要照看好依然 是 你现在功力退步这么大了吗 我进来半天你都没有发现 就你那两下子 遗远我都不在意 行了 准备动手吧 放心吧 万无一失 也就是说迅达集团的钱都走向了境外 是 那境外童牛那边有消息传过来了吗 最近的消息就是童牛已经查到了境外的伊布拉特王子 他已经开始迷你调查了 对了 那苏展宏的下落呢 暂时还没有 佐宗 有贵客到访 什么人晃晃晃晃的 沈魁公子曹明成 前来为了 曹明成 对 我认识他了 这样 我这就把他叫来 稍等 楚兄 几日不见 就把小弟忘了 宇润先生 你就是沈魁公子曹明成 身份尴尬 之前没有如实交代 还望楚兄见谅 无妨无妨 能和与曹兄再度相见 已经很开心了 靳远铭 安排汇丰楼最好的包间 我要和曹兄一醉方休 不醉不归 曹兄 想不到楚兄在圣经就有如此实力 连首富李丰堂都对你唯唯诺诺 扩抢了 只不过干了点事 没想到动静有点大 见笑了 那日一见 我就说楚兄你绝非烦人 狗屁 和你沈魁公子相比 不值得一提 沈魁公子 听上去不错 实际都是负担 楚兄你可知我为何写书作诗 愿闻奇想 我父亲曹林一心未功 在滨南颇有名声 我从小就被管得很严 几乎没什么 他总担心我被有先知人利用 看来公子的日子确实不好过呀 还是我们这些劳苦大众的日子好 眼睛一闭一睁就过去了 一月的日子难免孤单 于是我喜欢让看书 后来换回羽润从文 不过说的也好 羽润的日子可是舒服多了 可以游山玩水望风看景 道顺心得很呢 人各有命 虽然少年时候羽润先生过得不好 但非凡的技遇成就了现在的羽润先生 算了不说这些了 好友我重逢应当尽兴 请 尽兴 楚兄 醉了 等着我早上送你回家 楚沫 这回你就没那么好运了 今晚风大 趴在窗台上挺辛苦的 什么 没有喝醉 我酒量不是那么差 要不是怕伤到我朋友 你怎么就死了 说 到底是谁 哼 能洞悉到我的存在 有点本事 可惜这是你最后一次开口说话的 你也太自信了吧 废话少说 你不是蜀木 你到底是谁 本人做不高明 蜀木 不可能 你就是个废物 怎么会 你说 这五年 你都经历了什么 五年 五年前的事情 你更清楚 不是你抓的我 你休想套我的话 我什么都不知道 有办法让你开口 楚兄 怎么回事 曹兄小心 曹 楚兄你没事吧 没什么 可惜了 龙帅 查到了 说 这个人叫天寨 他的师父是曾经无恶不作的西域妖僧 仗着自己有着远古籍高手 为非作胆 目前正在被西域各国通缉 至于他为什么来到上京 目前还不清楚 找不到和尚 找得到庙 那西域妖僧 启禀龙帅 只知道他在阿拉斯坦国 要不然我带人去查一下 不必了 两国关系紧张 恒龙会如果贸然入境 会引起不必要的争端 你留在上京保护一人 我亲自去 是 龙帅 这个楚慕 到底是什么魔鬼 天寨 可是远古籍高手 怎么会 楚慕恐怕早已皆非喜比 更可怕的是 他被婚了还有神秘力量 那怎么办 不行 让黑图牵上出巢 天寨这么一闹 楚慕也然已有所防备 再动手 怕是不太可能了 可是任由他调查 当年的事早晚要泄露 暗的不行 就来明的 明的 你可别忘了 我除了是公子 我还是宾南省回曹林的儿子 令尊 眼中可是揉不进沙子 想要他帮忙 可是怕行不通 我就是要大公公司 越是这样的人 触摸越无可奈何 不过 我们也是要付出点代价 下笔哥 红龙会第七小队队长云景参见龙帅 云景 西域妖僧的事情调查怎么样 西域妖僧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经弃恶从善 如今是阿拉斯坦的国民大师 传经送道不问世事 传经送道 十多年前难道天战不是他受益的 这个属下不知 好了云景 停止调查吧 我亲自去会会这位大法师 是 大横楚慕求见法师 时也命也一切皆是命中注定 善主今天来是为了天战吗 正是 既然在下知道我为何而来 还请大师揭开谜团 乌哉善主 我来给你讲段故事吧 请 在三十多年前有一个罪恶之徒 爱上了一位前来科考的女士 后来和这位女士生了一个儿子 罪恶之徒始于自己的身份 最终还是断了这段缘分 后来 罪恶之徒决定洗心革面 没想到 他的徒弟却和他一样 无恶不作 甚至偷偷的勾搭上了他的儿子 罪恶之徒 只有每日诵经 多行善举 希望可以洗清他们的罪孽 乌哉 罪恶之徒洗心革面 想必就是如今坐在面前的大师尊家 徒弟应该是无恶不作的天战 那儿子是 乌哉 子不教 父之过 善者 如若可以 我希望你可以留他一条生路 留不留 不是我说了算 要看他是否知迷徒返 不过在下 能做到的 肯定会尽力而为 我那不孝的儿子 倒是聪明 如今已经是上京的傅侍兽 左汉文 不错 正式的 乌哉 多谢大师如实相告 吴德尔啊 你要多多保重 五年前的事情终于有些头目了 龙帅 您说的是左汉文 不错 左汉文是西域妖僧的儿子 母年前 请天战的一定是他 天战死前曾告诉过我 他五年前对付过我 而且 左汉文一定就是其中主谋之一 至于有没有幕后黑手 只能找左汉文问个明白了 龙帅 那我们怎么办 龙虎 在 让第五小队听令 我亲自指挥 抓捕左汉文 让第七小队出动 调查左汉文关系网 让第二小队启动宣言演 防止左汉文出逃 是 直女婿 忙哪 这不是我娘家小姑吗 有何指示啊 怎么跟我这么见外呀 都是一家人了 还这么客套 一家人 怎么要给我介绍小姑父啊 你这孩子 牙尖嘴利的 不过呀 过我年轻的时候 我可就挺喜欢你这种类型的 不敢当 我听说 当叶家的小姑父身体要是不好 连床都下不了 好了 我不跟你斗嘴了 左副使手有请 请我 好 那我就去见见这位左副使手 怪不得小姑手段藏诸不穷 原来还有这样的背景啊 我这整理性也不差呀 自从你回来呀 这上京都让你脚翻天了 翻天不至于吧 我倒觉得上京的空气清澈了许多呢 唉 你这孩子呀还嫩了点 这有些事可以做 则有些人呢可不能随便得罪呦 得罪 你觉得我还怕得罪人吗 这真还是年少轻狂 不知天高地厚啊 我告诉你 就凭左汉文 他还真算不了什么 左副使手 左副使手 楚慕来了 叫我来有何指教啊 可能是睡了 这工作很忙啊 还真让人心疼 啊 我杀人了 我杀人了 啊 到底是谁干 大胆除怒 你草菅人命一身是吧 还不输了就勤 敢问阁下是 我是滨南省省葵 曹林今天特意来拿你 原来是曹省葵啊 失敬失敬 你怎么知道我一定就是凶手啊 今天早上有人举报 说你图谋不轨 现在人正物证都在 你想拒谱吗 我现在的情况是有口难言 没什么好解释 难得曹省葵抓人 不知道您是否会秉公执法呀 我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自然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楚沫 我知道你有点本事 不过在这里 你的一切抵抗 都是无力的 曹省葵 你以为 你真的能拦得住我吗 楚沫 你别太得意 令南省能队 已经把这里围的事 随限不同 就算你有翻天的本领 也插之难道 你来干什么 这是你该来的地方吗 赶紧出去 爸 楚沖是我指教好友我了解他 他绝不会做这样的事 闭嘴 事已不是国法查清 你以什么身份在这大咕小焦 我以什么身份 我以你儿子的身份 求自己夫妻网看一面 难道不可以吗 胡闹 这事请得而信 就算你是凶手 我也不会往平一面 罢你 这曹林的话 说的倒是冠冕堂皇 不知道事情办的怎么样 曹兄感谢你的好意 轻者自轻 曹省 我跟你走 来人哪 带走 楚兄 既然进去了 就别想着出来了 楚沐 叶玲指控你杀害了上京副事手左汉文 你有什么要说的 听叶玲诬告我 她痛恨我与佳琪全力争斗 恶意报复 好 那你此时为什么会出现在左汉文办公室 是叶玲传讯让我去左汉文办公室 这一点我的下属可以帮我作证 同时我也可以诬告叶玲 而我是证人 我干了这么多年 像你这样垂死生扎 胡乱攀咬的人 我见多了 待事实查清楚 我看你还如何狡辩 好 那我就静等曹省奎还我一个清白 你不要太嚣张 就你这些手段 在我这不好使 是 来人呢 暂时收押 是 夫人 你一定要冷静 你不要冲动 不冷虎妹妹 你让我去 我和楚慕已经说好了 又一直在一起 如果他出了什么事 我就 夫人 你不要再说傻话了 楚先生一定会没事的 真 真的吗 真的 楚先生比你想象的厉害得多 他一定会平安归来的 冷虎妹妹 对不起 还没用了 总是给你们添麻烦 没事的夫人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冷虎妹妹 如果你也有心上人 就会理解我了 真狠哪 居然连左汉门都做掉了 逼我跟曹林正面交锋的 看来只有那位曹公子了 什么 宝儿小姐 你怎么来了 什么时候了我还不来 五十三刻我再来吗 谢谢你啊 这时候还想着我 嘿 你还笑得出来 什么时候了 你们些手下呢 关键时刻一个用不上啊 我手下是按规章制度办事 总不能结语吧 快快快快 说的什么话 走我带你走 走我往哪走 只要出了大行 我遍地都是朋友 你可别磨叽了 你走 叶玉然 你好大的胆子 谁让你进来的 小波怎么了 怎么了 上京集团那块地 是你签给邮件集团的 现在电资都完事了 邮件集团跑路了 这都是你干的好事 你还说怎么了 不可能 我没钱 不可能 这白纸黑字在这写着呢 你是不是要搞卡一架 这不可能 这个法案我没通过 怎么可能会签字 你一定是搞错了 哼 我今天就把话撂在这儿 明天你要解决不了 你就签字 滚出夜市 来 夫人 用不用我去查一下 好冷虎 注意安全 我明白了 你明白什么了 这个幕后黑手 设这么大局 就是为了让我离开大行 你都知道了 只有我离开大行 你才能取而代之 嘿 你个狼心狗肺的 根本不值得救你 开个玩笑嘛 那我问你 如果是真的 你跟不跟我走 就知道你舍不得人的宝贝狼 各大为注意 各大为注意 曹盛奎提审嫌疑人 曹盛奎提审嫌疑人 属下海风 参见首座大人 是 楚慕怎么样了 回首座 左汉文身亡 楚慕被诬陷为凶手 抓人的正是曹林 曹林 这个曹明成还真是个人才呀 为达目的 不惜拉老子下水 如果他能走正道 必将有所作为呀 那首座 我们现在需不需要做些什么 不必了 如果楚慕连这件事情 都解决不了 那就网顾我这么看好他了 首总 您的身体 没事 我还扛得住 你帮楚慕照顾好依然 让他放手去做 是 还以奉命吧 你是谁 苏总 我是楚先生的人 有些事 我想找你谈一谈 楚慕 既然我们已经找到了你 恐怕那位高手也离你不远了 如果你不选择跟我们走 后果你应该知道 棋子的命运 就是失去价值之后 被无情的抛弃 时至今日 我也无路合走 请 楚慕 听调查 我们已经掌握了大量的证据 没想到你居然当场兴趣 精彩啊精彩 没想到可以在短短时间内安排的这么缜密 那我就认罪 证据虽然成分 但也存在一些疑点 楚慕 如果你还是个男子汉的话 我希望你敢做敢当 如实招来 你不信我又有什么办法 办法 我楚慕没别的 就是胆子大 你 你 你是什么人 管我是谁 赶紧把楚慕放了 楚慕 你居然安排了同一属 这回你的罪名可大了 你说话可真不好听了 就大了怎么着啊 曹盛逵 你有没有想过 既然我有对左汉文行凶的实力 我为什么还要给叶玲留下活口 什么 我可以秘密的端掉训达集团 为什么我还会被暴露 还会接到人举报 这 这一切都说明有人在陷害我 我自然会调查清楚 你公然抵抗 你别怪我 法外无情 我可没跑啊 有事你找他 你个小没良心的 我冒这么大风险为了谁啊 还不是为了救你这个小王八蛋 什么人这么大胆 拒不认罪 竟然还敢跟沈逸动手 曹盛逵 您没事吧 我没事 大胆黄土 江南的大横飞飞作歹 今天就是你的末日 来啊 谁怕谁啊 看看咱俩谁快 我早就知道 此事绝非这么简单 今天我请指挥师来 就是让你们无助对行 曹盛逵 你还是担心担心你自己啊 住手 智慧师 我一年过半百 生死早已看透 今天能为大横现身 我没有遗憾 只恨我没有更多的时间 去做更多的事情 记住 千万不要放过这两个人 尤其是他 龙 龙帅 横龙会第八小队队长清风 拜见龙帅 不知龙帅尊驾在此 还请出罪 起来吧 是 华尔小姐 你就别难为省魁了 省魁一大把年纪了 一心为民 别到时候身先未解 死在你手里了 龙帅 你就是横龙会的龙帅 不错 原来我到上京 就是为了查出害我的人 没想到越查越多 顺盔 这上京的猫腻倒是不小啊 说来惭愧 都是我的事实 曹顺盔 如果没有你 我都不知道上京 会变成什么样子 这次 我势必帮你救出幕后的人 依然 事已至此 你就别挣扎了 赶快牵了他吧 依然 你放心吧 有小姑在啊 夜市 不会有事的 慢着 楚慕 你回来了 楚慕 你不是被抓起来了吗 你怎么 啊 你是逃出来的吧 来人呢 这有个逃犯 来人把他抓起来 夜灵 别在那儿自欺欺人了 我有没有行凶 你心里应该更清楚 你 你还对夜市真是不死心哪 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 夜灵 这些我都查清楚了 你伪造签字 你还真是歹徒啊 这 这 楚慕 你到底是哪儿来的魔鬼 我不在意这些 我只在意 你 是谁陷害的我 什么乱七八糟了 我听不懂 那待会曹琳来了 到他那儿去问问 你 说 到底是谁陷害的我 是 冯如龙 他说 他能帮我拿到夜市 是他 让我指认你是凶手的 冯如龙 气他的 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你 你放过我吧 我保证 我保证 再也不纠缠依然了 滚 老公没事吧 没事放心吧 左汉文和小姑都提到了冯如龙 他明天约了我吃饭 要不如我将计就计 好如意这样啊 咱们就能顺腾摸瓜 救出幕后的人 先生 他还在门办 行 累个杀手 宝儿小姐人很好的 我说的嘛 原来只有美人想办啊 我跟他真的没什么 人家在门口去送送宝 哎 先生 这个时候的道歉 就是千万不要去 我哪知道这个 你先帮我送宝儿啊 哎 依然 哎 出没 怎么是你啊 宝儿小姐 先生跟夫人重逢 不太方便 所以特派我来感谢你 哼 还真是夫妻情深呢 告诉她 不用谢 依然 你先进去吧 有什么情况随时跟我过头 嗯 好的 记住 一会把这个东西找人 放到酒里 其他的你就不用管了 好的 冯公子 合同没有什么问题 冯公子 你不是在和叶欣然谈恋爱吗 怎么想着和我合作 哎呀 这不是因为那个 和叶欣然的关系吗 我行刺亲上加亲 好把生意啊 做到上京了 原来如此 对了 叶总 我特意背了好酒 来我敬你 冯公子 你怎么出来了 冯公子 证明要是境外产的 应该价格不菲吧 嗯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表哥 这是他 丢人的东西 竟敢要下三满的手段 对不起 楚冯楚夫人 我原以为这个表弟 是要该正式 然而为添麻烦了 冯公子是你表弟 不错 实在抱歉 还不快走 老公 怎么了 他急了 苏展宏 想不到我们 会以这种方式见面 天下之大 竟没有我的容身之所 苏展宏 我知道你只是一枚棋子 不过 我想知道下棋的是什么 你说的是公子 不错 你和他很熟 他是沈亏的儿子 曹明成 你居然不意外 我大概已经猜到了 说说五年前的事情吧 东汉文和我 是公子 安排在上京的两个妻子 五年前 他们交代我们 利用酒局诱骗你 制造失证案 想趁机控制叶一然 五年前 为什么要针对叶一然 这个我也不知道 五年来 他不断受命 我们折磨叶一然 但是却没让叶一然 丢了性命 我又想到 让我儿子娶她 可是没想到 他为了等你 宁愿毁容 曹明成为什么 要针对叶一然 这个 我不知道 那么看来 左汉文也是曹明成 弃居宝帅了 应该是 他和曹林的关系极差 天战失守后 我们两个 就成了器具 运气好 活了下来 这就是命吧 苏展宏 我原本是想杀了你 不过想到 你应该也是一枚棋子 冤有头债有主 你带着苏少奇 滚出上京吧 什么 少奇 他还活着 我只是断了他的骨头 还保留他一条性命 楚先生 您 不计全嫌 您的大德 我们苏家 有事了吗 对了 听说上京来了一个绝世高手 你要对付公子 一定小心这个人 喂 什么 好 我知道了 龙帅出事了 什么事 最新小心 奔向 他牺牺牲了 什么 奔向是在大横除我之外第一高手 到底是谁这么有能耐 应该是苏展鹏所说的那位高手 第七小队和他正面交锋的时候伤亡惨重 幸亏奔向及时赶到 云景说 那人怕是一道太古级别的高手 最终这奔向将他击杀 此极人生牺牲了 曹明成 不管你背后是什么人 敢动我横龙会的兄弟 要让你血债血偿 冷活 在 马上来人 去突击曹明成 是 曹盛逵 按理说 你应该避嫌的 是 多谢龙帅 秉公办理 家门不幸出了这般逆死 今天为了大横 我要答应陪亲 大横有你真是国民之幸啊 陈璐 在 都安排好了吗 是 都是自己人保证水泄不通 好 我先去会会那位公子 龙帅 没事 初兄 你还是来的 五年了 这五年为了揭开谜底 我生不如死 事已至此 说说吧 也不枉你我相识一场 楚慕你知道吗 公元一别 我想如果没有发生这件事的话 我真的很想和你做朋友 可惜没有如果了 唉 是啊 从那天开始 就再也没有如果了 楚慕 其实我羡慕 你的生活自由自在 而我的生活永远都我罢管 羡慕我 你陷害我 让我差点死掉 让我妻子流落街头 对不起主 我也是什么游戏 我不过是蜜黑蒙手底的一个小卒子罢了 蜜黑蒙 不错 在那里我找到尊重 我想你一定想知道 我为什么在收集那些石头吧 因为这些石头有着巨大能量 没错 蜜黑蒙一直在研究石头里的能量 不过研究的负责人不太配合 所以我就抓住她的女儿要挟她 就是叶艺人 于是五年前我就安排人害你 让叶艺人生不如死 超面成绩 哈哈哈哈 想不到我就把大行大名帝的龙帅逼得气急败坏 你知道我是谁 手段那么狠实力那么强 楚慕 除了龙帅你还能是谁 你既然知道我是谁 那应该知道得罪我的后果 后果 就算我死了 蜜黑蒙你依旧无处不在 蜜黑蒙 蜜黑蒙 我要让你们整个消失 说 我要你们整个蜜黑蒙彻底消失 云生客气的额缝文生 就是蜜黑蒙实际主任 楚慕 他们在境外好像研究什么秘密武器 你要小心了 感谢你直言相告 不过下半辈子在纠察院赎罪吧 你你不对我动手 如果我跟你一样 滥用私刑处心几率 我跟你有什么区别 草鸣商 如果你早点明白 我们还是有机会做朋友的 草盛逵一切都是注定的 是我要求过言 如果我小的时候对他多关怀多一点 也不至于到现在这样 老帅我 明成 儿子 爸爸对不起你 都是爸爸的错 儿子 想不到曹明成竟然以这样的方式结束 可能当语润的时候才是最真实的他吧 对了老胡 双网吧 准备北上 是 那今晚那边呢 让童牛回来吧 我怕呀 你再也见不到他都小疯了 我才没有 我问的是工作 我不跟你说了 我去忙了 姐 姐夫 不好了 妈 妈她要 她怎么了 妈她又不行了 什么 依然 我接过了那个孩子 那个孩子 就是你 那个教授 才是你的亲生母亲 什么 那我母亲是谁 我只知道 她是燕京来的一位科学教授 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她跟我说 孩子的父亲 以后会来找孩子的 我父亲 他 他在哪儿 依然 我当年拿了钱以后 我就特别后悔 有了叶坤以后 我更想把你送出去 没想到 你爷爷特别喜欢你 依然 我不是一个好母亲 为了叶坤 我对你不断索取压榨 叶坤以后 拜托你 我求你了 妈 你不要说了 都会好的 妈 依然 你也别太难过了 这段时间 就好好照顾照顾她吧 虽然她不是一个好母亲 但毕竟把你拉车长大 龙帅 不好了 贪狼金融受到攻击 李峰堂失踪了 怎么回事 还在调查 恒龙会的所有资料都被入侵 贪狼正在进行紧急修复 从我第一天当龙帅开始 没敢针对恒龙会 到底是谁 龙帅 收到一通邮件 念 楚总 承知邀请您夫妇二人来酒吧移序 遵夫人一道 什么 他们绑架了依然 龙帅 咱们俩都被上了 我马上把他们叫回来 不用 我亲自去 他们要是动了依然一根手指头 我要他们全部陪葬 楚总 等您很久了 李峰堂 看不出来啊 藏得挺深 依然在哪儿 楚总伤患无躁 叶总现在适合安全 请 老公 依然 你没事吧 没事 张先生人很好 说有话要对我们说 楚沃 你好 我们又见面了 你认识我 你是谁 这个故事别在我心里已经很久很久了 看到今天的你们 我终于可以放心地讲出来了 我从小就被抓紧密黑蒙进行人体实验 就是曹明成收集的那种石头 它叫做天外来物 也就是能让你获得重生的石头 你居然知道五年前我的事 五年前就是我安排让你活了下来 从而获得了石头的能量 你究竟是什么人 楚沐 想必你也知道了094研究所的存在 这就是你父亲楚烈教授一手创建的 我父亲就是094的创建人 这不对啊 这根本就不对啊 楚烈 被拿为自己了 就凭我们几个很难破解石头的秘密 既然成立了094 我们就再找些专家来吧 是啊 楚教授 我发现这个石头的能量只对我一个人起作用 我不想让心怀不轨的人参与进来 这样咱们解散094吧 什么 这是怎么办伟大的实验呢 解散 解散我绝对不同意 我不想和你们吵 等你们冷静下来再说 楚教授说的有道理 我们放弃吧 你要干什么 半途尔费是一个科学家该有的态度吗 不行 我要取回资料 宝宝 我忘了无聊你的爸爸 黄夫人当时重症缠身 离开了黄教授 独自来到了滨南 生下了一个女婴 就是你 叶依然 什么 黄教授夫妇就是我的亲生父母 对 那我的父亲黄教授呢 执着的黄教授受到了密黑蒙的邀请 开始了对天外来物深度的研究 他知道了你的存在 于是暗中帮助叶广叶一家 那这话也是黄教授留下的 是 原本研究有了重大突破 但是五年前 黄教授却发现了密黑蒙的实际目的 什么 你要利用天外来物的领导制造军队 黄教授 伤安勿躁 事成之后 我绝对不会亏待你的 你这个混蛋 我是不会让你得逞的 是吗 既然黄教授不肯合作 那么我就要去上京 找你的女儿叶依然问问喽 你 我不允许你杀依然 那咱们试试看 你 你是个活鬼 你这个活鬼 王云生这个畜生 我要找他算账 龙帅 还请你冷静一下 这个畜生害了那么多人 因为他 我和依然受了多少苦 我知道 你们受苦了 可是你不想知道 为什么这么多人 只有你能获得石头的力量吗 人类在进化中 有一小部分很特殊 他们有着不错的智力和武力 被称作 类人 类人 能吸收天外来物的精魄 那老公你就是 对 叶依然 你猜的没错 楚慕就是类人的后代 历史上有很多杰出的政治家 军事家 富上 诗人 科学家都是吸收了 天外来物精魄的类人后裔 那我父亲 是因为这些才放弃研究的吗 是的 黄教授深知自己的无能为力 所以让我找到楚慕的后人保护依然 于是我就安排你们俩进了同一所大学 没想到 你们居然相恋了 可能 这就是缘分吧 那我父亲 他现在怎么样了 对不起 叶依然 五年前黄教授推算出了 千年来最大的一次天外来物的将领 他希望楚慕可以获得灵魄的力量 保护你 交代完这一切 就浮渡自尽了 于是我就安排楚慕 接触了天外来物 可是你 张先生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们这些啊 楚慕 我也没多久的日子了 你作为亨龙会的龙帅 楚教授的儿子 这一切 就交给你了 张先生 多谢你将一切相告 如果没有你 我和依然恐怕就 黄教授 黄教授当年偶然救过我一命 这一切 都是我应该做的 黑风 张先生 我们走吧 这里 已经没我们什么事了 是 龙帅 这次和贪狼正面交手 还是我输了 他 是我唯一敬佩的对手 是你入侵了 恒龙会 说得没错 临走的时候想切磋一下 不过 还是现丑了 很难想象 当年我们的父母都经历过什么 是啊 可能 这就是一代人有着一代人的责任吧 老公 你决定了吗 决定什么 你不是要彻底清除面黑毛毛吗 嗯 于公于私 我都必须北上 依然 我会安排冷户留下来保护你的 啊 楚沫 你这次休想抛下我 依然 我父母因为分开 才造成了这么大的遗憾 我不会让悲剧重压 更何况 更何况 更慌什么呀 嗯 你要当爸爸了 你怀孕了 真的吗依然 我要当爸爸了 我要当爸爸了 你小点声 我告诉你 这一次我们绝对不能再分开了 要一直一直在一起 夫妻同心 生死于共 依然 楚先生 楚夫人 楚夫人不用担心 既然你们如此恩爱 我也不会再多做打扰 楚沫 大哥哥也就是张先生 已经把一切都告诉我了 我这次是真的要离开 宝儿小姐 谢谢你的好意 不必了 大哥哥说了 人生总是充满遗憾的 你们确实是天生注定的一对 很合适 有缘再会 楚沫 如果你先遇见他 会不会就和他在一起了 龙帅 密黑盟在烟城秘密集结 似乎有大动作 老公 小心点 王云生 不错 果然不愧是龙帅 竟然找到了这里 呸 你个住宠 密黑盟的成员都被抓了 你还打算抵抗吗 王云生 父母的仇 今天定要让你偿还 夫妻同心 真感人哪 当然 老黄也有个好老 是你的亲妈吧 你 易燕你怎么了 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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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呀 不错 这是境外最新出场 不过对于你的体质 还是没有效果 你的死期到了 龙帅 你真的以为你天下无敌了吗 不过如此吧 你干什么鬼 张静 把一切都告诉你了吧 可是他不知道的是 我为了防止天外来物力量的失控 我早就研制出了 二百啊 晋云二百 是朝明城口中说的境外秘密武器 你 不错 你的祖先就是被当了 搞得所剩无极 你 我 你 你 你早有打算 你个混蛋 啊 啊 之所以集结人员 放出消息 就是要借你的手 把曹明城那些人全收拾掉 从此以后 世界 唯我独尊 哈哈哈哈哈哈 楚慕也好 龙帅也罢 好 再见啦 龙小姐 别说了 这个危险 你们快走 你们谁也走不了 对了 龙小姐 你别睡 你醒醒啊 龙小姐 你放云生 我要杀了你 站住 龙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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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睡 龙小姐 不 楚慕 这是你第一次抱着我 龙小姐 你不能睡 龙小姐 遇见你 是我医生最大的幸运 但是我出现得太晚了 已经没有机会了 依然姐姐是个好人 一定不要辜负她 我知道 我知道 你不能睡 Или 喝 你说 を 你能再叫我一声 龙小孩子 tight 龙 这是我听过最好听的一句 龙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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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燃 怎么样了 好多了 老公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内蒙已经全部消灭了 我是伤精一枝花 我是厌室掌门人 老婆 那头怎么了 我们过去看看 好 走 小布 布什么都不知道 你们饶了我吧 饶了我吧 你们饶了我吧 饶了我吧 小布 你别在这 对不起啊 依然 楚慕 大哥怎么了 别提了 草宠可提名无私 把风轮的那些事 这个救出来了 小布受不了 就变成这样了 原来是这样 大哥辛苦你了 没事 应该的 我们走吧 说什么 小布 小布 没事了 小布 没事了 他们走了 没事了 没事了 他们走了 叶安 你看出在夜灵 在装疯了吗 嗯 我看出来了 不过我不想接船的 封一辈子 可能是他最好的选择吧 我们家依然真是心地善良 起风了 走 回去吧 嗯 龙帅 幸亏有你在 才让大航转危为安 乔顺魁 如果没有你的配合 也不会这么顺利 我们就不要 彼此磕倒了 密费盟 被彻底清除了 龙帅 你接婚还有什么打算 不敢当 横龙会 只是一个秘密保护大航的组织罢了 真正办实事了 还得是你 好 我也要回彼南了 有机会我去上京 拜访您 好 那就此别过 也不知道 童牛他们怎么样了 龙帅 冷虎 听说 童牛从境外回来了 怎么样 伤得重不重 受到撤退灭脸之后 童牛在境外就被密黑门的人给抓住了 受尽苦心 一榜畜生 冷虎 接下来就你好好照顾他 他现在很需要你 这 不用装了 还以为很神秘吗 你们天天搞地下恋情 云景早就告诉我了 云景也知道了 何止云景 四大金刚十二小队都知道了 这 不用不好意思了 冷虎 等他受伤好点 我亲自主持你的婚礼 谢龙帅 龙帅 说好了 怎么了 夫人 夫人他生了 生了个千金 太好了 那云然怎么样 他是不是有危险啊 他怎么样 龙帅 夫人他 夫人他又生了 生了个臭小子 龙扜他 太好了 那云然没事吧 初沐露帅帅 在我们买点劲呢 来了来了来了 云然 怎么样 好点没 疼死我了 初沐告诉你 这次你再也不能离开我了 放心吧 再也不会离开你 你和宝宝我都会好好照顾的 老公 给宝宝们起个名字吧 起名字我还没太想好 让你们去 那就叫小宝儿和小楚楚吧 啊 这不太好吧 有什么不好的 人家宝儿小姐 对你一往情深 就叫这个 好 都听你了 那我先去看看孩子 你好好休息 上京啊上京 没想到我回来还是那么美 龙帅 今天把大家集合在这里 有什么指示 兄弟们 自从我兼任横龙会龙帅以来 你们跟着我一起打仗 出生入死 受了多少苦 可是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任胡 我任命你为横龙会 新任龙帅 龙帅 你这是什么意思 怎么 横龙会还能强买强卖 我推议还不行 属下不敢 当年 老头为了钓鱼 逼我当新任龙帅的时候 我和你一样的表情 老胡 现在你是横龙会第一女帅 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 可是龙帅 属下担当不起 没有什么担当不起的 你做龙帅 红牛给你当辅助 我很放心 笑什么笑 忘了我们什么规矩了 传我横龙会成员 爱国护民 一心舍命 有为此事 天诛地面 快快睡 爸爸要去干活了 不是刚化完吗 怎么又来啊 哎呦 祖宗公 你怎么 你不是刚睡着吗 我怎么会呢 来了来了来了 天呐 太难了吧